第585章 第一声枪响 现在还有什么能用 听到这里 罗阳不禁眉头紧皱 在迷雾刚出现的一刻 还在城主府邸的罗阳本以为是恶劣天气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看清楚了那一团迷雾的面积庞大之后 就明白这不是一般的恶劣天气 可以制造出这么大的灰迷雾 立马转身通过地道前往指挥中心 在来的路上地道上的牌灯 毫无预兆地全部熄灭掉 就连副手的手电筒到这个情况也无法使用 若不是自己有抽烟的习惯 平时自己会带着打火机 他们真是要一直在地道里摸黑道指挥中心 可就等他推开地道门的一刻 出乎意料的是眼前依旧是漆黑一片 若不是推开过道门进入指挥大厅 还真以为自己是瞎了不成 只见眼前的片片蜡烛光影之下 不少人在来来回回地走动着 甚至罗阳带着副手进来的那一刻 不少人还没发现自己的存在 知道有一个指挥副官 看到罗阳的模样 大声敬礼了一番 才让指挥大厅的人知道城主到来了 在听到诸多各领域的负责人报告后 罗阳明白过来这团安黑迷雾的出现 对炎黄大城所制造的影响 不单单只是断电这么简单 就连是最为基本的独立电器工具 如手电筒 电子望远镜等都无法使用 在得知炎黄大城地面上的绝大多数人 都撤离到了地下房洞 罗阳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只要人没死 一切希望还是有可能的 罗阳在脑海里 简单分析了现在的情况后 朝着一众等待着自己下达命令的基地 各领域负责人说道 军部派出工程队 尽快找到断电的原因 收到 资源管理处 独立备用电源启动情况怎么样 现在情况还不乐观 我们派出的小队 到现在还没回来 资源管理处的处长咒没说道 那就继续派人出去 罗阳吆喝道 你们派人以步行方式 在每个高层建筑物顶楼 设置闪光指示物 继续在外的部队不能乱 在一命令完后 罗阳坐在主位置上沉默着 现在的他唯一能做 就是尽可能地保持着理智 绝对不能乱 孤城也就是整个基地 无论是对外通讯 还是对外视觉都是断绝的 除了自身内部的事物 可以了解得到之外 对于外面的一切都是未知 这种情况就像是一个 混在山洞 或在监狱里的人一样 只是知道身边的事情 然而炎黄大成此时的情况 比以上所述的情况还要严重 现在不单单是对外无法通讯 就连是对内通讯或对内视觉 别说是炎黄大成 就算是他的前身联邦基地 也没有试过这么严重的情况 现在炎黄大成的高层 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地安抚 好在地垒中躲避的普通百姓 努力不让他们乱哄 而在地面上的基地战士 则靠着李峰这种拥有潜伏能力的 觉醒者来围继着联络 由于随着病毒的升级 各种变异兽的进化 有可能会出现影响到 整个炎黄大成的超售 考虑到这一点炎黄大成 专门在每个居民区的周边地底 都打造一座座的临时避纳所 其空间之大容纳 整个炎黄大成的所有人 都是不成问题的 但唯一需要担忧的 只是氧气和食物饮用水量 建造支出 只是根据每个居住区的 常量人口来设计容量 单单是建造地下房洞 这一工程 又花费了整整两年时间 如果不是有土系 决心者全力帮忙 估计要打造完 所有的地下房洞 最起码也要十年的时间 可刚刚建造好没多久 里面的维生设备 都还没来得及打造 和搬进去 之前所预料的 能影响环境的超级变异首 终究还是出现了 现在的地下房洞 除了灯光和空间充足之外 真没有什么东西 能保证这么多人 能够在这种空间内生活上几天 在灰暗的迷雾之中 地面上除了自己之外 任何事物都看不到 即使是在身旁的队员 也只能是靠着说话来判断位置 在一瞬间 每一个在外面的基地战士 都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 除了手上的枪 身上的原力盔甲 以及觉醒者身上的异能之外 没有任何东西能保护自己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没有了保障 而且他们心中所认定的就是主 断飞也迟迟没有出现 这让炎黄大城 分散在各地的部队 都失去了一个主心骨来支撑 整座基地陷入了一种 史无前例的危机当中 这种让所有人 都神经紧绷的情况 仿佛在预照着 某些事情即将发生 人就算是经过专业的训练 但到了最终维系到 自己生命安全的时候 过于紧绷的精神 很容易出现崩溃 砰 终于在迷雾 完全包围炎黄大城后的 第二十三分钟 一声枪响 打破了这个沉寂的环境 听到这声音 不少蠢蠢欲动 想要发动攻击的基地战士 都纷纷轰乱起来 如果不是每个分部队的队长的一声喝令之下 估计整个地面都要被一番乱枪扰乱成一片 听到枪响在身后响起 一个分部队的队长立马转身怒吼道 哪个王八蛋开的枪是龙了还是瞎了 不知道命令是什么 军队最看重的就是指挥 一盘散沙的军队 就算人数再多也只是敌人的一个个火把子而已 知道是自己部队里的人开枪 却不知道是哪一个 每个在迷雾之中的战士都抱怨纷纷 同时也带一丝的恶然 如果是其他新兵团的话 那些新兵没看过什么大场面 看到眼前出现了包裹着自己的灰暗迷雾 心中一慌乱开枪 但要知道这支部队里的所有战士 包括军队和觉醒者 都是经历了数次大战的老兵了 心理素质虽不能说最强大 但也坚定万分 可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队长想找出是哪一个开枪的时候 一个惊恶的声音从迷雾之中响起 天 天上 听到这个声音 不少人都不约而同的仰头朝着天空望去 可就是他们这一看 不少人甚至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心中的绝望在一瞬间扩大数十倍 第586章 迷雾光影 幽暗的迷雾不单单 只是将阎黄大城包裹起来 就连周围两公里之内的区域都演得密密实实 浓密的烟雾连天空也遮蔽住 位于低空的两座通讯 用军用就是卫星 这时候也因电波无法传输 而无法连接地表的通讯站 本应该是一片漆黑的天空 这时候竟然出现了模模糊糊的光芒 阳光透过云层和迷雾的最薄弱位置照射进来 照射在一片漆黑的炎黄大城里 对于地面上的基地战士来讲 这像是迷雾即将散去 而出现片刻阳光 殊不知这是这是披着绝望万一的 最后一束阳光 看到光芒照射进来的基地战士有很多 但由于角度问题 能看到惊恐一幕的人少之又少 而那个开枪的人 正正是站在那东西之下 如果有人问失败是什么 在此之前基地战士 会回答适合变异兽和丧失战斗中 知道几方的战斗力 大大比如敌方 从而要采取战斗前或战斗后撤退 从而丢失了某一座城市 或某一个战略用地 可这些时候 在问着同一个问题的话 那些看到惊恐一幕的人 绝对会回答 失败是死亡 是渺小的蝼蚁 看到了主宰着大地的伟大领主时 从天性同产生的绝对的恐惧 这恐惧在心里崩溃的一瞬间 转变为死亡 在光芒照射区域之上 出现了一个缺口 将半片光芒区域的都遮挡起来 在地面朝上看 人们并不知道 这片照射区域的空间有多大 就像是人们在地面网上看 也不会知道太阳究竟有多大 快 快找掩体 看到这一幕 那个开枪的基地战士 所属的分队队长 这时候内心的恐惧超越了一切 命令在一刹那被抛之于脑后 直接大声吼了一声后 朝着一个地方跑去 即使周围 还是被迷雾所包裹住 也一个样 枪声 喧哗声 脚踏声 在寂静的基地上响了个通彻 根本没有人顾及到命令中所说的原地待命 基地战士们像是失了神似的周围乱跑乱躲 外面怎么回事 听到乱炸的外面 为指挥中心的罗阳乘主大声的温道 虽然所派出的基地战士中 包括有新兵团 遇到这种史无前例的危急状况 即使是经过专业的训练 但也有因为神经不予紧张 而违抗命令开枪的可能 可部队中部却有专业的军人 以及经过多次战斗 甚至命令重要性的老兵 那现在 外面乱成一团遭是怎么一回事 大 大事不好了 就在指挥中心的人 正对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而迷茫的时候 一个从楼上跑下来的侦察兵 惊慌失措地说道 别晃晃错错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一个高层管理人员吆喝道 外面天空 呦 呦 还没等他说完 只见那侦察兵 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迅速地融化着 并靠融化成了一碳肉酱 在这光亮不足的指挥中心里 显得诡异时分 看到眼前这一幕的发生 指挥中心大厅里不少的女性通讯员 更是大声地尖叫 一些浴室沉着的炎黄大城高层 也是一脸的难堪 狗屎 搞什么 负责指挥中心安全的部队队长 咧嘴说了一声 根本来不及冲上去救人 一进来直接化成了一团液体 而且是死透的那一种 没人知道这人为什么会突然融化 只是看到了最为表面的 就是那人是看过天空外的一幕 才会融化了 器材在最后侦查不到有病毒的存在 那说明在外面的不会是变异兽 可现在摆在面前的 却又怎么解释 难道说外面有某些超神秘力量 炎黄大城虽然强大 但怎么说都只是一座 由人类所建成的基地而已 就以之前的联邦基地来讲 单单是末日初期 就经历了一次浩劫 如果不是断飞 和一众战士以死相拼 以及金宝的力挽狂烂财守住 他们现在所在的这座炎黄大城 也不复存在 在炎黄大城每一个的心中 都有一个支撑着内心的支柱 在罗阳城主心中 这个人就是断飞 不但是如此 整个大城中超过九成的人 心中支柱 也是战神断飞 断飞啊断飞 你怎么还没回来 看着事情 逐渐步入恶化阶段 罗阳不禁想到 而此时派遣在外的基地战士们 遇到这一幕后 心中的变化也是这样 要知道人类在末日之中 得到的眷顾是很少的 除了个别人觉醒得到了异能之外 人类的身体还只是肉体 任你能飞行 能遁地 能潜水 但只要被枪炮击中 最后还只是变成一堆肉酱 除此之外 其余的生物可谓是有着得甜 独厚的眷顾 除了肉体得到了飞跃的进化 得到了不同种类的能力之外 就连灵魂也得到了升华 从最原始的兽性智慧进化 成为了拥有堪比人类的智商 现在所知道的变异兽最高级 也只是A级而已 天之导在此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异端变异兽 得到了顶级的进化 从而一跃成为了帝王级别的变异兽 从只是短短几分钟 就将整个炎黄大城都覆盖了的 暗黑迷雾可以体会得到 拥有这种实力的变异兽 或超自然神秘力量 炎黄大城所有军力夹起来 摆在他面前 最多也只是一只会攻击的小动物罢了 根本起不到什么威胁性的作用 反而是这个超自然神秘力量 只需要用下手指头 就能将整个炎黄大城颠覆再颠覆 炎黄大城东部分之外派遣部队 阿达 阿明 不要 不要啊 看着身旁的两个青铜手足的队员 仰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天空 身体上从最初的冒烟到现在的融化 分队队长张大了口 不敢相信这一切的发生 十几分钟前他们接到出击命令 本以为是有便易受入侵的他 只是刚刚出去军营不到五分钟 周围就被一团迷雾被包裹住 紧接着又接到了原地待命等待的命令 正当一头雾水的分队队长 想着寻找掩体进行防御的时候 远处便出现了枪响 很快地身边的一个一个队员 仰头往上看后 身体便出现了白烟和融化 随着出现在天空上的光芒照射面积越来越大 在炎黄大城地面上的战士融化也越来越多 一股死亡的气息在炎黄大城蔓延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灾难不止是在炎黄大城地面上发生 在云端上的光芒照射 透过暗黑迷雾直接照在了地面上 而在一些地面比较薄弱的地下防洞里的一些普通百姓身上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冒烟现象 第一次看到自身冒烟的百姓惊慌失措的 想从驻守在这里的部队中找到答案 可同样是在内外封死了的防洞里的驻守部队 又怎么可能会知道答案 一边是惊慌的大批百姓 一边是一问三不知的部队 双方的矛盾正在一点一滴的积累 这时候 急需要一个有足够强大以镇住全场的强者 到来安抚他们 这时候也已经赶到阎黄大城所在区域的断飞 同样也是吓了一跳 将天空和地面连接在一起的暗黑迷雾 也将阎黄大城给覆盖在其中 在外面看根本描不到在里面的阎黄大城 可最为诡异的是在这些暗黑迷雾 只是在阎黄大城两公里之内的范围 除了这个距离黑暗迷雾 却是不停地往内收缩回去 仿佛迷雾受到了什么距离的限制似的 想到这里 之前所猜想到的事情变成了真实 断飞一时间还接受不到这事情的发生 在重生前的世界里 末日进入了后期阶段 人类靠着团结 与从逆境中得到的那么一丁点力量 和那些得到了病毒所眷顾的变异兽 以及丧尸拼杀了将近70年后 终于从灭亡的边缘线从盼爬回来 重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可在那个时候在世界舞台上 占据着主要角色的并不是人类 也不是变异兽 而是一种远远超出了正常变异兽水平的超级怪物 那些怪物的数量并不多 其总数超不过一双手手指的数量 可单单是靠着这么少的数量 它们却在地球上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如果说驻守在天灾分布基地外的不灭魔蛇 以及天灾分布派来的六亿红鸟 在巅峰时期拥有轻而易举灭掉 整座人类基地的实力的话 那么这些超级怪物 则拥有轻而易举 就消灭一头不灭魔蛇巅峰时期的可怕战力 对于这些超级怪物所在的位置 当时候的人类都是选择近而远之 这些超级怪物无论是基因核还是外壳 对于人类来讲都是极高的一品 一个穿戴了这种超级怪物外壳 所制造盔甲的A级初期觉醒者 不靠异能只靠撞击 让一个安息后期的觉醒者撞死或撞成重伤 都是不成问题的事情 而且还能扛得住 IC觉醒者的异能攻击 至于超级怪物体内的超级基因核的效果 这更是惊人 低级别觉醒者瞬间连升三至四级都是可能的 那当然还需要那名低级觉醒者的身体素质和精神 足够强大能抵挡住瞬间升级所带来的冲击 超级怪物身上每一处都是补品 那当然也和它自身的实力有着不小的联系 那时候的人类对于超级怪物身上的基因核 以及外壳对自身有何益处 都只是根据数据推算出来而已 真实是否是这样没有人知道 超级怪物和普通变异兽 在最开始同样都是一群得到上天眷顾的生物 但它们实力之间的差别 就在于它们选择的进化道路不一样 普通变异兽所选择的是 不停地捕食比自己弱小的生物 包括人类丧尸以及同类变异兽 靠着它这体内的病毒和基因 来填补自身的缺陷 从而进化 而超级怪物选择的是 已经制动的进化方式 简单来讲就是步步时的进化 它们的进化方式和人类颇为相似 同样是以心性觉悟而进化 不得不说 在处事方面 人类能凭着数千年前以来 积累的经验来断定这一件事 是否正常 是否正常 因为人类幸存者在还没心醒觉悟 之前就已经无形的给自己制定了一条道路 只不过是需要一些后推助力 来让它们真正踏进去这条道路里罢了 可超级怪物的话 不需要这样 同时也不能这样 因为末日的降临病毒的出现 让各种生物都有了进化出了不同程度的智慧 这些智慧让它们懂得了如何分析 处理事情 也就是所谓的人性智慧 也就是有了处事的分析 判断以及处理后 它们在感悟的时候 是否比我们人类多很多的见解 先分析一下 人类从奴隶社会发展到现在 经历了数千年 一些处事的方式 已经在无形之中形成 就是说 我们对于这件事该怎么说 已经有了一个没有规定 却有了大概的方式 这些处事方式 通过一代一代的教育传了下来 但那只动物并没有 因为在此之前 它都是一只没有人性智慧的动物 它们对于很多事情 都必须通过自己所在环境来做判断 也就没有了之前所说的没有规定 却有了大概的处事方式 普通变异兽 会将这些智慧用来制定陷阱 来猎杀人类以及其他变异兽 可那些超级怪物则不会 病毒既然能让人类 通过心性觉悟得到更强大的力量 本来就是天卷之物的它们 若是通过心性觉悟的话 所得到的力量是人类不能披靡的 可由于根本受性的缘故 能停止捕食靠着自身的智慧 来心性觉悟的变异兽少之又少 最终才诞生了这么一兵点的超级怪物 如果所有变异兽都能通过心性觉悟来进化的话 即使是大灾难没有发生 不是超级怪物的直接攻击 而是意识上的间接攻击 也就是自觉行为 就像是不灭魔蛇在出事的时候 会释放出大规模的能量波 并且怒吼一番以表达自身的强大 可这些超级怪物在觉醒的时候 并不会这样 因为这些行为会消耗他们自身的能量 第588章 灵魂狂杀 看着远处的暗黑迷雾团上空的光芒 一股恶心的感觉涌上心头 端飞顿时双眼模糊了一番 觉得像是被人猛地在后脑勺上敲了一下似的 这种感觉他已经很久都没有试过 这无关变异兽的气势只是纯粹的感觉 虽然这种感觉出现了只是一刹那 但正是这种感觉 一丝不好的预感已经出现在他的心上 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得到了强化 可依然出现了这种恶心的感觉 那如果只是普通人的炎黄大成公民 或只是比普通人强大唏许的觉醒者呢 他们能否抵挡下来 还是个未知数 那更不要说距离了 段飞现在距离炎黄大成 还有将近三公里 炎黄大成可是正正地被暗黑迷雾团所包裹 想到这里 身上燃烧着的地狱之火烧得更加的旺盛 若是将火域直驱发挥到极致的话 这温度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了 即使是作为宿主的段飞 也从心底里感觉到了一丝闷热 此时此刻担忧已经占据了心中的一切感觉 双翼碰的一声从背后伸出 猛地冲上了天际之上 在空中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白色烟痕轨道 段飞不会贸贸然地以身作则冲上去 现在敌人的实力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 这么冲上去 只会让自己在一瞬间错失救人的机会 已经升到B级巅峰的地狱之火 亦能距离A级只是一步之遥 即使是如此那团脱离段飞身体而出的地狱火焰 只是深入了暗黑迷雾之中 便消失不见 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 若不是留在空中的一道白色的炽热烟雾 段飞似乎还真以为 自己没有发出过那团地狱火焰 敌人在一瞬间 就将B级巅峰的地狱火焰给吞噬掉 既没有从内部发出爆炸 也没有造成破坏 即使是实力有一定相差 但地狱火焰好歹也是现在段飞的 所有异能中破坏力最强的异能 更何况 火域之躯得到了进化钥匙碎片的进化 拥有了超强的攻击破坏力 可现在连一丝影响都没有 这实在是说不过去 难道说 敌人也是拥有吞噬能力 就像是段飞他自己那样 在能量攻击即将达到自己的一颗吞噬之盾 就会将其转化成为自己的能量 攻击形式转变 这时候也顾不及赤身落体这么多了 将地狱之火给收了回来 转变成为吞噬能量发动 就在这个时候 段飞正组合着吞噬之力 形成大面积的杀伤器之时 在段飞面前几百米外的暗黑迷雾 突然分裂出一团黑云 其逐渐组成成为一个三头合一的大怪头 虽然没组成眼睛鼻子和嘴巴 但大怪头的模样还是出现在段飞面前 枪一丝浑浊的光芒在大怪头的嘴巴位置出现 三道光芒从中照射出来 段飞及时在面前张开一面吞噬之盾 可紧接着的从心中出现的恶心感觉 让他明白就算有吞噬之盾 也不可能抵挡得住这种攻击 左腿朝左边一蹬 向着一边的空中移动了过去 转身一看那个被照射过的吞噬之盾上 出现了数不尽的白色物质 段飞看了一眼后就知道 这些物质并非是吞噬之盾受到攻击后 自身化解而出的 而是还没等段飞叫出声来 已经扭头过来的大怪头 把光芒照射在段飞身上 来不及使用能力进行防御身体上 就出现了刚才依附在吞噬之盾上的白色物质 在被白色物质缠身的一刻 一股炽热的感觉 通过被包裹的皮肤传入肌肉之中 在传入骨头里 不出五秒就连身处的灵魂 也有被撼动的征兆 糟糕 一时大意 地狱之火轰的一声 从身上燃烧起来 将缠身的白色蜘蛛 丝撞物质给烧了一大片 在段飞准备展开攻势的时候 他才发现这些东西又迅速地涨了出来 光芒已经消失 可白色物质并没有停止增长 地狱之火疯狂地燃烧着 缠身的白色物质 被烧了一次又一次 依然没有停止下来 由于飞到了半空中的缘故 视觉范围扩大了不少 这时候 不远处 炎黄大城地上的场景 让他震撼不已 仿佛被火焰光临过一般的 炎黄大城的一处区域上 已经找不到一丝的生气 除了破烂的房屋之外 就只是剩下了燃烧中的火苗 你奶奶的 给老子死吧 冲天的怒意冲上心头 在地上的那些可都是一条条生命啊 在这暗黑迷雾之中 就这么不值以前的消逝而去 那么 他当初拼了命 从克地废墟之中 救人还有什么意思 地狱火焰燃烧的气势更加之强劲 在白色蜘蛛丝状物出现的 0.1秒后便将其燃烧干净 想到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断飞的怒火再次上升到另一个阶段 吞噬之力 骤然发动 这次所吞噬的对象 不是面前的迷洋敌人 而是位于地上那数不尽的灵魂 进化术的雏形虚影在身后出现 将不纯净的灵魂进化成为 只是充满战斗之气的战士之魂 愤怒将断飞的实力在一刹那之间增强 浓郁的战士之魂在手上形成了一柄长形的武器 还没等武器完全形成 断飞透出了半完成品的灵魂武器 一声思想声过后 那根灵魂武器没入了暗黑迷雾之中 这次的情况还是和之前投射地狱之火那样 直接没入没有痕迹 就在没入后的两秒后 已经沉默了的大怪头竟再次抖动起来 做出了一个痛苦十分的模糊表情出来 看到这里 断飞的心情并没有一丝的好转 在他看来这个怪物就算是死上 一千遍一万遍都难解心中之痕 更何况现在只是对他造成伤害而已 已经聚集完成的战士之魂 在断飞手中形成了数不尽的冷兵器 长枪 战矛 大刀 利剑等 这些灵魂武器的形成 对于断飞来讲是一定的消耗 可远远没达到灵魂和肉体极限的程度 刷的一声所有灵魂武器 在一瞬间朝着同一个目标飞了过去 数以百计的灵魂武器 如同横面雨水一般飞惊而去 同时在它们后面 还有一股更加庞大的灵魂力量 在蓄势待发 第五百八十九章 征兆上 死了 这一次投出去的灵魂武器 没有像是上次那样 没入暗黑烟雾之中消失掉 反而是将大片的烟雾都割裂开来 成为一片片如同被风吹散开来的云朵 这时候 大怪头也由三个头 变成了只剩下半个头 受到本体被攻击的缘故 大怪头也没有再次组合起来 这时候 不知道在哪里竟然出现了一个巨大钳子 其顶端上的钩刺 却如同蝎子围上的毒刺般凶狠 每一下过来都仿佛要制断飞于死地 这时 正在准备灵魂冲杀的能量积累的断飞 看到眼前被将近被打残的暗黑物团上 竟渗出了一条长链子 而在链子上 有着一巨大的钳子后 感觉莫名诧异 把手上的灵魂冲杀能量转移到一旁 一手画出地狱火焰博宇 将这虚幻的巨钳子给击破 可没想到的是 就在火焰与钳子相遇的一刻 一股巨大的能量将地狱火焰瞬间正熄灭 看似本重的巨大钳子 竟在下一秒精准地刺响了自己 而且是面对面攻击来的那种 这速度实在是太快 来不及躲避开来的他 急忙展开第二波的地狱火焰盾来防御 可是 那个能将地狱火焰波给震熄灭的巨大钳子 怎么可能破不了这地狱火焰盾的防御 知识在接触的呢 那0.1秒火焰再次消失不见 瞪着眼的段飞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引以为豪的地狱火焰竟然这么不堪一击 即使之前明知道对方是超级怪物 但灵魂化身后的地狱火焰 怎么说也是A级的异能 在这巨大钳子面前竟然一秒都没能防御得了 更加不可思议地在下一秒 在破开地狱火焰盾的时候 段飞急忙反应过来 一腿踩在了巨大钳子上 可这虚无软绵绵地由黑暗烟雾所组成的钳子 怎么可能有地方给他借力 耍来一声 钩刺瞬间将段飞用以抵挡的右臂给砍断 同时被砍到的还是有胸前 吸收了大量的战士之魂 而化身的段飞 已经超出了实体层面 即使是有一万颗导弹轰炸过来 也不会对本体有什么伤害 因为导弹爆炸是实体层面的攻击 而并非虚体层面 可虚体层面也并不是无敌 最起码在同位虚体层面的攻击之下 还是能起到效果 自从在天灾分布基地 对战分布首领时进化出来的战士之魂变化后 段飞的灵魂武器 灵魂变身都是他最后的杀手剑 无论是对付天灾援军的黑龙 以及A级的六亿红鸟 还是在天往东方分布基地时的人鱼变一首 灵魂武器都能将其给斩杀的个片甲不留 同时自己变身成为灵魂体的时候 也从来没有受过伤害 但此时此刻 已经灵魂化的右臂竟被斩断 虚体攻击 不 消除灵魂化身的右臂 竟也真真实实地断开了 此时身体上的能量正在以缓慢的速度在修复着 可大量的血液还是流了下来 看着手臂上的伤口 以及逐渐飘散的战士之魂 段飞恍然大悟起来 这种能对肉体造成可见伤害的攻击 毫无疑问是实体攻击 超级怪物在不到绝对危险的环境下 是不会使用消耗自身能量的实体攻击 而且是运动如此剧烈的剧钱乱甩 自己就算是通过吞噬之力吸收灵魂之力 从而变身成为灵魂战区 但最多也只是属于A级触期的实力 更何况自己在变身攻击的时候 只是想吸引这团暗黑迷雾的注意力 好让炎黄大成的人缓过气来 可没想到灵魂武器攻击 就让它产生了绝对危险的感觉 这种情况是超出了断飞的意料 拥有控制环境 隐藏自身的能力 这两点就毫无疑问地说明 它是属于心性觉悟进化的异类变异手 可现在的实体攻击 又让断飞摸不着头脑 剧钱的攻击只是持续了一分多钟 就停止了 收缩回去的黑影剧钱 重新化作暗黑迷雾的一份子 实体攻击加虚体攻击 联想到这一点 断飞愤怒不已的心 顿时冷了半截 这是怎么一种实力 能对灵魂体等虚体进行攻击 同时又能对实体进行破坏 这样混杂的攻击 即使是自己也不能做得到 那么暗黑武团又是怎么做到的 在断飞被巨大钳子 纠缠着的短短一分多钟里 几乎被灵魂武器给打散的黑暗武团 又重新恢复到了原来的模样 这时候的断飞身体中所积累的战士之魂数量 已经所剩无几了 不可能再释放一波 像刚才那样的大规模灵魂武器 可在眼角处出现的大股灵魂波动 却让他想起来 在巨大钳子攻击之前 他已经准备好了一股战士之魂 完好的左手 一把将其从身旁给捉了回来 徘徊在手掌心上的战士之魂 迅速变成最后的模样 该结束了 左手往前一推 灵魂冲杀最后变成了一个炮口模样 所积累的大量战士之魂 也在这一瞬间 伴随着冲天炮一起 惊泻到暗黑武团上 光芒遮蔽了天空 耀眼的亮光淹没了地上的炎黄大城 同时淹没了在空中的断飞 以及暗黑武团 还在空中的断飞像是突然失重似的 直线从半空中坠落下来 轰的一声在地上砸出了大半个凹坑 这时候的他浑身力气都在逐渐地消失 这一波灵魂攻击所消耗的 已经超出了自身灵魂所能承受的范围 本来通过进化钥匙恢复到的灵魂 却因这次的大动作重新面临到崩溃的边缘 也就是说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断飞是不可能再使用吞噬之力 来吸收战士之魂了 可对于现在的断飞来讲 这已经是不重要的事情了 仰头看着那万里无云的空中 他躺在地上大笑着 这一次他可算是赌对了一次 刚才的那一句结束也是在对他自己说 若是灵魂冲杀没能击灭暗黑物团 该结束的就是自己了 嗨嗨嗨 奔出一口鲜血的断飞 觉得眼前模糊 仿佛天空上有数不尽的太阳和云朵 体力耗尽 灵魂面临崩溃 这一次下来 自己又要歇息不知道多久了 在这样的想法当中 断飞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第五百九十章 整找中 在昏迷之中 断飞梦见了很多东西 有前世中所遇到的种种事情 也有重生之后 在现代所碰到 自己所寻找的事情 其中最让他难以忘记的 还是让他日思夜想的妹妹 之前前往天网东方分布基地 错过寻找妹妹的机会后 断飞对产生了一种 对于那些在身边的人 更加珍惜的情感 在他看来 既然他能在前世被丧尸围攻而死 却能重生到末日前的世界 那就说明了 在冥冥之中 赏天给了他一个机会 更何况在重生过后 他还没通过前世的种种 而主动去寻找各种机遇的末日最初期 竟然得到了进化之术的种子 这也是在暗示他说 现实并没有抛弃他 这次重生的同时 上天也赐予了一个特殊的任务给他 进化之术 在还没有完全成长到最中期的时候 竟然能让哪些比自己高级上级级的变异手 或丧尸产生畏惧感 而且在多次的古神遗迹之中 进化术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鸣 所以 端非绝对有理由去相信 自己身体中的进化术和古神时代 有着不少的联系 说不好这种联系 更是让他重新开启古神遗迹的重要钥匙 在想到这一点后 端非曾多次激动不已 在之前对付不灭魔蛇的时候 竟让那不可一世的魔蛇 在临死的时候 看着自己身后的进化之术 虚影产生绝对的敬畏感 这绝对是让他出乎意料的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 端非能比一些普通觉醒者 或普通人更早地接触一些未出事 或者隐藏起来 在前世并不知道的秘密 运迷的过程中 端非并非绝对地昏死过去 在自己昏迷后不知道多久 一阵潮耳的声音在头顶上响起 紧接着自己的身体想是被什么东西 给提起来似的 很快的声音又发生了改变 吵闹的声音消失后 转之出现的是很多人的喧闹声 和一些机器的滴答滴答声响 或许是环境改变的缘故 在半昏迷之中端非这样想着 那时候的他很想睁开眼来看看 是怎么一回事 或者想仔细听听倒地是什么声音 但自己的身体实在是太疲惫了 消失了的体力 让他不得不继续双目紧闭地歇息着 直到不知道过了多久 身边的声音来源化了一次又一次 自己也身晕过去几次后 这时候 左眼皮才有了睁开的力量 眼睛模模糊糊地睁开半条缝隙 一股温热从眼前传进来 通过这条细小的缝隙 断飞的左眼不停地转动着 想要看看周围的环境 只见在自己不远处的头顶上 有着一个圆形的暗淡光源 四周都是白芒一片 其中有不少这些柜子 突然他注意到柜子旁的墙地上 有着一个显眼的中型图案 原本睁开的左眼皮又闭了起来 看起来自己是被救了回来 在他看到了墙壁上一个大大的炎黄大城徽章后 断飞的嘴角处流露出一丝的微笑 这时候 原本一片空白的大脑中 时而浮现出一些昏迷前的片段 暗黑色的雾团 着火成片的炎黄大城 数以百计的灵魂武器 断开的手臂 以及那个诡异的 从暗黑雾团中照射出的光芒 在昏迷之前的记忆 终于在醒来后的十多分钟之内恢复回来 在抵挡了黑暗聚前的虚体 和实体双重攻击后 知道自己体力不支而决意死战的他 使出了聚集已久的灵魂冲杀 在光芒覆盖了地上的炎黄大城 凌空的暗黑雾团以及自己之后 他身上的战士之魂 逐渐地从躯体上飘散离开 最后变成实体的他 最终还是体力全是 而撞落到地上 虽然身体内的生命能量 还继承着不灭魔蛇能量的那种恢复能力 但从半空之中坠落下去 剧烈的疼痛可是少不了的 就在撞地的那一颗断飞浑身的骨头 也几乎断裂的一节节 幸好在此之前 有着些许地狱火焰 作为护盾以来减少冲击 若不然断飞这下则 有更长的时间来恢复了 在灵魂化后被斩断的手臂 在此时已经重生回来 只不过在控制上 断飞总感觉大脑对手臂的控制 总不比之前的灵活 或许是自身的灵魂体 也受到了冲击而损伤的缘故 飞鸽 看到断飞嘴角上 微微一笑的李家豪 激动不已地叫喊了一句 本想继续睡一觉的断飞 被人发现自己已经醒了过来 也不好再继续装睡了 不得不说他已经睡了好久 睁开眼的断飞有气无力地微笑着 飞飞哥 飞哥醒来了 快来人啊 飞哥醒来了 快来人啊 看到断飞的醒来 陈家豪大声地朝着外面不断地大喊着 其声响之大 仿佛要让整个医疗中心的人都听得到 在听到战神醒来消息的第一时刻 几个老医生拉起着白袍子 大步小步地朝着断飞所在的病房跑去 同时激动万分地走过来的 还有李峰等人 看来有得折腾了 转身过去的断飞 微微地摇了摇头地想着 段大哥终于醒了 走进病房看到几个老医生 在对断飞给检查身体的李峰等人 也是一脸的激动 他们这些被派遣出去的士兵 永远不会忘记几天前的那一幕 暗黑的雾团将天空给覆盖着 白色的光芒在空中显现出一个诡异的巨大影子后 身边的战士一个接着一个得已变成为人 不像人鬼不像的东西 很快的这些东西化成一团液体 洒在了地上死了 确实是死了 那个前一刻还在身边的战友真实地死了 身边恐怖的一幕 天空中诡异的一幕让他们紧绷着的心 很快地处于崩溃状态 正当他们在不停地寻找着掩体的时候 天空中的黑色雾团的边缘处 竟出现了一刹那的阳光 虽然这阳光出现的时间只是一秒不到 但还是被人给看到了很快的一束 两束三束阳光照射进去炎黄大城的大地上 被黑暗物团给覆盖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炎黄大城 在这时候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有人在外面攻击着黑暗物团 有人突围了 希望之火瞬间在人们心中复燃了 第591章 征兆下 在炎黄大城的成民心中 只有一个人拥有这等实力 有这等将包裹着他们的暗黑物团 给驱逐开来的强大力量 幸好断飞的及时出现 也幸好炎黄大城的成民并没有完全发光 要不然的话 即使是天神降临 也是没有用处的 在这庞大的黑暗面前 在这无尽的绝望面前 炎黄大城的人们才真正明白 即使是有一部分人觉醒出了异能 拥有反抗的强大力量 也掌握了来自超古代的古神文明的原力铠甲和原力武器 然而即使是这样 他们在这黑暗面前依然是弱不禁风 从那些看了暗黑物团 有浑身发出白烟很快就融化成一滩水可以看得出来 在未知的力量面前 人类只是一只蝼蚁 弱小的不能用语言来描述 幸存的人类本来有了要改变环境改变处境的能力 可现在看来那些东西只是一些幻想 距离人类真正解放 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 在醒来后没多久 通过同伴们的描述后 断飞大概明白了一些在自己还没到达炎黄大城的时候 以及自己发出灵魂狂杀时 所以炎黄大城内所发生的事情 其中还有一些极其不好的消息传来 在断飞还没回来的半个小时里 受到暗黑物团中的诡异光芒影响 而化成一滩水的绝对不占少数 经过混乱后的统计 化成液体所消失的战士 占据了之前所派出炎黄大城士兵人数的47% 别看这个数还没到达一半 那也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数字 要知道在这过程中 这些战士并没有和任何怪物战士 而是在原地或跑了不远后直接牺牲 而在断飞发出灵魂狂杀号的疫苗 也就是他的体力正在流失 身体和灵魂面临崩溃的时候 在炎黄大城顶端的暗黑物团中 像是出现了一个黑洞似的 大片的暗黑物团疯狂地朝着中间给吸转过去 不到十秒钟覆盖整个天空的暗黑物团 有这么消失的无影无踪 仿佛全部都被中间的那个漆黑黑洞给吸收走了似的 臭小子 你可总算回来 在一片喧闹声之中 一个高昂的声音从门外传进来 紧接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 那是炎黄大城最高指挥官 同时也算是断飞认识的人之中最为久的一个 同时急急忙忙地赶来的 还有另外一个人 林文文在暗黑物团消失后 炎黄大城的救援直升飞机 从城外搜寻过后 将断飞给送回来的时候 林文文别提有多么的激动 暗黑物团对炎黄大城的破坏力实在太强 即使不是战斗人员 也不懂战斗等级的林文文 也深深地知道 人类和暗黑物团之间的实力差距 敌人这等强大的实力 绝对有能力在一瞬间置自己死地 这让一直牵挂着断飞的林文文 担心不已 从上次进攻 天灾分布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中途因为时间不恰当 而无法见到断飞 那时候的林文文可谓是失落万分 可现在又重新见到了 自己心中所爱的人 激动是在所难免的 在众人一片的担心与问候之中 断飞堵过了大战后的舒适时间 这段时间 也是在他这一年当中最为悠闲的时间 因为在不久的将来 一个影响整个世界的事情 即将出现 两天过后 身体机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的断飞 这时候也可以下床走动一下 在送来的时候 全身的骨头将近碎裂 那时候已经和植物人没什么两样的断飞 居然只是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恢复到现在的模样 这实在是让医疗中心的医生们惊叹不已 要是放在末日前的世界 断飞的这种恢复速度在医学史上算是一大奇迹 而别忘了现在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末日时期 即使有人断手断臂 还能靠着自己重生出来 这在医生面前也不会太过震惊 走出病房 走到一棵大树下 断飞静静地靠在树杆边上欣赏着周围的景观 用了五天时间 原本因为暗黑雾团出现 而导致一团糟糕的炎黄大城内部 现在竟然恢复到了原来的模样 除了那些牺牲了的战士 是真真实实地失去之外 现在的炎黄大城内部和之前 没什么两样 看到这里断飞 也不得不敬佩罗阳对于这座城市的管理方法 每一处土地 每一个人都分配好 没有丝毫的过剩和浪费 这是绝好的事情 这一次战斗过后 断飞可谓是有得也有失 失在于前几天体力全失灵魂将近崩溃 而得到的是身体的坚韧程度大大的提升 各方面的机能得到了一个飞跃的提升 也就是说断飞的实力得到了提升 等级从B级巅峰 跃升成为A级初期 这一变化对于断飞来讲也是莫大的惊喜 至少这是他俩时之中 第一次到达真正的A级别水平 但当然之前在天望东方分部的靠着进化钥匙 而进化的当然不能算上 战斗归于战斗 在战斗之中能提升是一个说法 然而断飞的这一次实力提升 并非是战斗之中应是提升的结果 而是在战斗身心全方面得到了一种特殊的松懈 而让那些徘徊在身体之中的进化钥匙碎片 更好的进注入身体之中 与其更为深入的童话 最终将进化钥匙的精髓吸收干净 并得到了A级的实力 实力得到提升 断飞本应该是高兴 可这时候靠在树干边上的他 却在思考着另外一件事 那可能将灵魂武器造成的伤害 在短短几十秒时间内就恢复 并且拥有虚体兼实体双重攻击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东西 是变异手 他感觉不到他体内有基因核是乌云 绝对不可能 乌云还有可能会制造出大怪头和巨大钳子来攻击自己 而且之前所猜想的超级怪物 这时候也根本是祸不对版 超级怪物会贸贸然地使用消耗体力的攻击 来对付自己这么一个小角色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种事情发生的程度 就像是自己化身灵魂体 用地狱火焰 吞噬之力等 亦能来攻击一只F级的小丧尸而已 除非断飞是嫌自己体内的能量多 否则的话不会这样做的 就在以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想法出现在脑海之中 第592章 气 在前世的末日年代后期 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物质 它有形物质 就像是一团烟雾可以任由人们的改变 这种物质的名称叫气 一种和气同音 并且极其相似的物质 每一种生物自出生以来 体内就拥有这一种东西 它给生物的行动提供了最根本的动力 也就是无形之中的能量 可由于生物在生存过程中 不断地和外来物质的融合和吸收 导致这一种物质在生物的体内越来越少 最后直至变成了气 这一次的生物大进化 在给生物的大脑 身体一定程度的进化之时 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进化方向 走上这种特殊进化方向的生物 体内会出现一种原始的东西气 也就是俗称的繁足效应 这一种繁足效应 将会导致生物得到一种原始的力量 学会了运用身体内的气能量 如果断飞没有猜错的话 刚才的那团在炎黄大城上空飘散着的乌云 就是某个生物使用的外放石器 幸好的是 乌云内所包含的技术量并不多 如果把乌云概括为整数100%的话 那他里面所办憨的气也只有10% 如果乌云内的气达到100%的话 别说是炎黄大城里的人 在一瞬间就会被杀死 就连断飞这种级别的强者 也丝毫没有任何的反抗机会 断飞所使用的灵魂战技 就是气的其中一种外放方式 在使用同治气的时候 无论对方宿主的实力有多强 都一样会被抵消 如此同时被抵消的面积 要根据外放器的数量的多少来决定 大概猜到了敌人的攻击方式 那么最为根本的问题来了 断飞是一个重生者 懂得前世的一些在后期才出现的战斗方式 难道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重生者 这个问题的答案除了当事人之外 谁也不知道 先假设这是一个有可能的问题 但也不需要一直研究着他不放 第二个问题则是 为啥这个生物会懂得气的外放式 用自己的灵魂来攻击人 这是绝不明智 也是绝对愚蠢的方式 除非是自己的生命受到紧急威胁 或遇到了某些极其特殊的事情之外 懂得这种方式的人是不会使用灵魂攻击的 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乌云内的 既也是和断飞所使用的灵魂力那样吸收其他生物 或以死生物仅存的气能量来达到目的 相比起前者 断飞更加愿意相信后者的真实性 断飞的重生就是一次重新的生活 他的每一次重大决定都会带来不小的蝴蝶效应 一旦这个决定是超前的 那么真割历史的进程将会推前 说不定到时候 那在新时代才出现的生物也会提前诞生 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 尽可能的减少蝴蝶效应的发生 可如果按照上一世那样 被命运所控制 被病毒所主宰的话 那非得重生又会有什么意义存在 战斗 唯有不断的战斗 凡是提前诞生的怪物 凡是提早出现的事情 只要是对人类不利的都一一清除掉 为了生存下去 即使化成恶魔也在所不惜 紧握拳头的断飞如此响道 在前世末日年代 因为没有强者的支援 没有主导者的领导 幸存的人类一退再退 从城市退到了农村 从农村退到了山上 最后甚至还有的人退到了下水道 从最开始的罐头食物到后来的打雷为生 到最后把能吃的都放入嘴里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下去 就是这个简单的原因而已 或许历史大潮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 但自己的命运和大多数人的命运 断飞相信还是能改变 力所能及的改变 这是他现在能做的事情 在使用气的时候 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关注点 距离 断飞在使用属于气的灵魂之力时 都是近距离的使用 即使是远 但也不会远到哪里去 像是汇聚形成狙击炮之类的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旦脱离身体的时间过长 气会自然而然地消散开来 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点灵魂之力也是一样 那团巨大无云的气数量并不多 那么说明使用这种力量的生物 距离它们并不远 五公里 十公里 谁也不知道距离是多少 既然这头会使用气的怪物 懂得下马威 而不是总攻击 那么说明这头怪物的 进化出的智慧不低 最起码也是二十岁以上的人类大脑 所能想到的策略 既不用显出真身让敌人发现 同时又能对敌人造成一定的打击 这对于那头怪物来讲 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断飞这一只蝴蝶 觉醒出控制器能力的时间并不长 蝴蝶效应带来的影响 以及面积也不会太长 为了能下马威 看来它没少使用体内并不多的气 现在即将要面对的有两个问题 一是这一次攻击究竟是试探性攻击 还是说想吸引它们炎黄大成的注意力 二是决心出控制器能力后的怪物 居然第一时间选择攻击炎黄大成 这又是为什么 正在思虑中的断飞并不知道 这一次的攻击将会是之后 一连串事件的开端 而这些事件的开端 也是揭开古神闻名真相的开始 谁能在这一场大风暴之中幸存下来 没人敢打宝丹 滴滴 打打 急促的脚步声 打断了断飞的思考 顿飞抬头一看 那是两个没见过的卫兵 不用熟人来当传写 是这还是第一次 同时断飞也明白 前几天的那一团黑色烟雾 对于炎黄大成来讲 打击实在太大了 不少战士直接是化成了液体 也最后一句话都没能留下来 为了重新调动剩余的战士 城主等炎黄大成的高级人员 没少花时间 虽然房屋倒塌了 人牺牲了 可战斗还在继续着 这就是漠视 确定是断飞后 其中一个脚步声的主人 用着急的声音说道 战神大人指挥中心有紧急情况 竟然马上过去 第593章 人类联盟一 这个时候的断飞 处于休养期 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 洛阳是不会派人来 打扰他的恢复 现在派人匆匆忙忙地赶来 要么是炎黄大成 面临灭临之灾 要么就是有着一些 关乎于炎黄大成 甚至幸存 人类阵营未来的重大事件 看着万里无云的天空 以及各自忙碌的人们 断飞更愿意相信是后者 车辆已经准备好了 战神大人请跟我来吧 其中一个长得比较高的卫兵 万万要恭敬地说道 虽然之前的那一场大战斗 很多人都藏在防御地洞里 没有看到 但通过之后的人 传人的消息就可以知道 那一场战斗的主要人物 是断飞 也是断飞的及时回来 死死地撑住了整个场面 让他不再继续恶化下去 要不然天知道那团暗黑迷雾 还有什么破坏力 断飞 这一个战神的地位 更加牢牢地固定在 所有人的心中 有一些没有战斗力的平民 将断飞视为能守护 他们一生的守护神 而一些拥有战斗能力的人 则是将断飞看作是 一个一生追求的目标 虽然这个目标过于遥远 或许是他们一生 都没有办法去追到 并且实现的目标 但在这个末日年代中 有可能就是那一丝的信仰 让他们得到了 生存下去的希望 这一点 在重生前的末日时代里 断飞可是深深地感受得到 每一个大阵营里的强者 都会被当地人 视为一个希望 视为一个生存的理由 此时此刻 断飞也是如此 坐进车里 两名卫兵并没有说 关于这一次的 紧急召回的任何内容 他们所得到的任务 就是将断飞给接送回来 至于其他内容 他们自然而然的 没有权利去知道 看着窗外的 一一闪过的景象 人们急急忙忙地 搬动着物资 一些工人则是忙于修建 被破坏的重要建筑 以及恢复一些被破坏的 但可以恢复的能源设备 进入指挥中心的一刻 断飞立即感觉到了一股 古来自强者的气息 这种强者气息 很显然在之前 是不存在于指挥中心的 同时这些气息 额外地陌生 要知道在里面的人 达到B级初期的 就有二十多个 达到B级高级的有 断飞仔细感受了一番 脸色顿时大变 在里面居然还有一个 努力隐藏气息的 B级巅峰强者 阎黄大城不可能会有 这么多的强者 除了他自己达到了A级之外 觉醒者部队最顶级的 也就是B级后级 远还没达到巅峰的级别 那么说来这是嫡系 这是断飞第一个想到的念头 他现在虽然已经恢复的 八九不离十 但如果还和这么多 强者战斗的话 还是有点牵强 然而在气势上 绝对不可以输 说完 一股仿佛来自远古 洪荒的吞噬之力 铺天盖地的卷栏 在一瞬间淹没了 整个指挥中心 在里面的强者不是傻子 吞噬之力的力量 他们虽然没有感受过 但也明白 这是来自另一名强者的 战前压制 同样的 各种各样的异能力量 在一瞬间爆发开来 不少人所信使冲了出去 一时间 两团明显的气息形成了敌对 一方是来自断飞的吞噬之力 一方是来自指挥中心内部的 强者群体的异能气息 炎黄大城内 突然间被庞大的能量波动给覆盖 这一刻 无论是谁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两团能量气息 在空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这一方面 谁也没有丝毫地让步 看到几名强者 从指挥中心飞奔出去 察觉到不妥的罗阳 也急急忙忙地冲了出去 只见在不远处的指挥中心 前小空地上 一个熟悉的人影正释放出熟悉的力量 段飞看到容貌后的罗阳疑问地说了一句 现在可是处于紧急时期 要是这个时候对来参会的人造成什么伤害的话 那可是他们炎黄大城的失责 也不顾及自己在异能者能量波动之中 是否会受伤 罗阳先是小跑 之后加速地冲去了最中间 大声地朝着两边呼喊道 冷静 都是自己人 罗阳 看到有一个人冲了上来 率先感到奇怪的 不是那些陌生的异能强者 而是早已认识罗阳的段飞 罗阳没有任何的异能 这他是知道的 可现在仍然不顾生命危险地冲上来 很显然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些事情将比其他的生命还要重要 都搞错了 阿易能收起来 我们不是敌人 罗阳大声地呼喊道 什么搞错 对面是什么人 怎么这么多觉醒者 接下来罗阳的回答 瞬间让段飞感觉到尴尬万分 那是其他营地的强者 来这里是一起商讨大联盟计划 别打乱了计划 快把异能给收起来 听到回答之后 段飞立即将吞噬之力给收了回来 同时知道对方是罗阳的熟人 也是炎黄大成的人之后 集合起来一起 发动异能波动的一群B级强者 也收敛了气息 经过简单的介绍过后 段飞才明白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他昏迷休养的过程中 应罗阳成主的提议 炎黄大成再次提出了大联盟计划 这一个大联盟计划 是为了应对已经存在的共同敌人 天灾以及变异兽所设立的 其中还有一个暗藏的原因 那就是为了在段飞所警告的 有一些顶级怪物 即将觉醒而坐下的准备 由于在之前 双方还处于远处的视频交流之中 并没有任何的面对面实际交流 因此罗阳并没有去打扰段飞 而现在到了第一次面对面交谈 考虑到事情重要性的罗阳 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段飞 因此专门派人去把他接送过来 可没想到的是 来自其他阵营的强者身上 所释放出的气息 让段飞从放松转变为警惕 因此也闹出了 接下来的一系列矛盾 经过罗阳的调解 总算是解除矛盾危机了 不少人直接是松了一口气 要知道这么多强者 在同一时间释放出异能波动 受影响最大的不是异能觉醒者 而是那些没有觉醒出异能的普通人 刚才的波动对抗 虽然只是维持了短短的三十多秒时间 但距离释放的较近的十几个人 直接是晕迷了过去 异能波动 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第594章 人类联盟案 炎黄大城内 七八辆军用卡车整齐划一的 停靠在指挥中心大门前 大批持枪的战士助手在每一个出入口外 以五人为一组的巡逻队 来来回回地在指挥中心外巡逻着 其中每个半小时换一轮岗 十二辆坦克 分别驻扎在指挥中心之外的空地上 这些还不包括在指挥中心内的五支觉醒者部队 这可以说是炎黄大城成立以来 第一次如此多军队驻扎在指挥中心 同时在之后中心内的强者 足以消灭任何一只B级怪物 你们说啊 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这么说军人驻扎 对啊 自从上次迷雾事件后 城主府就一直神神秘秘 像是准备什么事一样 不该问的就别多问 有些事情不要说出口 心里明白就好 不就是问一下 怕个鸟 你想此刻别连累我们啊 看到军方有着这么大动作 不少人都额外的好奇 虽然现在处于军民合作时期 但军方里的重大事情是不会写公告说出去 人们对于这一些事情 唯一的了解方法就是等到事情实现的那一天才知道 除此之外就只有猜测了 如果现在有天灾或变异首 亦或是狮朝想进攻炎黄大城的话 那他或他们就真的是找错日子了 现在单单是计算那些坐在炎黄大城指挥中心内的强者 就有一个A级数十个B级 除非是大型师朝或超大型师朝 这就有可能对炎黄大城造成些威胁 在指挥中心内部会议厅 一张椭圆形的木制大桌外的每一个位置都坐在一个人 这些人有的是异能强者 有的是军事家 也有的是政治能人 但无一例外的是 这些人都是代表着各自阵营的代表人和负责人 经过上一次的黑暗迷雾事件 罗阳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个城 在整个末日年代来讲是微不足道的 他要组建一个势力 一个联盟 一个类国家级别的大型势力 然而一个联盟并不是炎黄大城一个城能够建立出来的 所以他要集合其他末日城市 集合他们的力量 这才有可能实现 分久闭合 和久必分 这是千百年来不变的实力变化道理 无论是末日前的人类世界 还是末日后的混乱世界 这道理都一样可以用得到 大联盟计划并不是在这个时候才被提出来的 在末日初期的时候 炎黄基地就曾经提出过组建华夏联盟的提议 在当时的大局趋势之下 罗阳虽然万分不愿意由炎黄基地来组建 但最终还是妥协了 可偏偏在华夏联盟成立之前的最大一战江南争夺战中 人类失败了 彻底底失败了 在末日初期 预想凭借着还没完全分散的力量来重新统一 却被病毒进化过后的怪物和丧尸彻底的击败 那一战过后 大部分的人类基地陷入了沉默状态 没有基地再重新提出这一个提议 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谁要做这个大哥 首先他就要有这等实力 如果只是一个二三级别的基地的话 还没提出组建的提议 就已经被其他实力所排斥 那到头来只会碰得一鼻子灰 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在末日年代里 有了点名气的大成 炎黄大成自然而然要捉紧时间 趁着实力强大之际 手边其他小实力 同时组建大联盟来以应对逐渐强大 逐渐浮出水面的天灾组织 这一次 罗阳提出的大联盟计划 和之前炎黄基地所提议的 华夏联盟计划有了不同点 华夏联盟的组建目标 就是为了以长江之南为主要根据地 在北上吸进东宫以收复失地 可别忘了那时候是末日初期 病毒还没有多大的进化 连异手和丧尸还处于最基础的状态 但那时候 子弹武器还是对付丧尸 和变异手最有效的武器 可现在的话只可以说是之一 现在想收复所有的国土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在某些地方 如山崖如大湖等 就潜伏了不少的高级别变异手 这种变异手 只要你影响它继续进化的话 它是不会有什么大动作的 可一旦惊醒了它们 灭掉整一支部队 是几秒钟的事情 让一座基地毁于一旦 也不需要用到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做到 因此没有基地会这么傻 无缘无故去惊醒这些怪物 虽然知道这些怪物是人类生存下去的阻碍时 但人类现在并没有那种实力去对付去消灭它们 没有不停地拖下去 直到有真正的强者出现为止 根据时事 罗阳现在提出的大联盟计划 就是以炎黄大城为中心 其他基地为分支 建立一个一个中央多个分点的松散型联盟 联盟中的每一个加盟基地 能享受到来自炎黄大城的技术支援和兵力支援之外 还能得到不同基地之间的技术交流 如何集合有限的资源去进行无限的事情 是现在极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这种松散型联盟的好处在于 它能加速基地之间的交流 对不同的基地提供一个交流平台 同时也是一种军事同盟的组织 在某一个基地遭到怪物 人在组织当时的攻击的时候 有权利去申请其他基地的支援 若是由某一个基地 接到支援信息却无动于衷的话 那直接影响到炎黄大城的技术支持 最为严重的是 直接提出同盟 并且被列入支援黑名单之中 在受到炎黄大城的邀请之时 不少基地都觉得 是受到了一张鸿门宴的邀请函 直到现在来到了炎黄大城后 才觉得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接受与并接受 完全是由不同基地各自的代表来决定 若是加入那固然是好 但若是不加入的话 炎黄大城绝不会强迫 也不会利用各种大事所逼之意来威胁 考虑到自身实力强弱的问题 不少基地在街道邀请函的那一刻 就决定好了要加入 为的就是邦炎黄大城这个大款 可也有不少的和炎黄大城 实力不相上下的基地 却是有着其他的想法 既然是组建联盟 为什么一定要炎黄大城来当大哥 为此 还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基地 并没有表态 第595章 人类联盟3 你的提议听起来很好 但有一个疑问 来自天风基地的代表 按下发表件说道 有什么疑问 请说 罗阳一脸恭敬地等待着他的发问 人类联盟建立后 你们炎黄大城 有那种能力去维护基地与基地之间的利益 对于这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很负责地 跟贵代表说明 在联盟建立之前 我们会综合意见立下一项联合法律 这一项法律 能有效地制止住基地之间 不必要冲突的发生 同时我们也会成立联合法庭 来处理相关的违法违规问题 立法 这个提议真可笑 人类联盟只是一个松散型的组织 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 更何况立法 谁来立法 你们炎黄大城 还是我们 来自反对派的黑山基地代表 傲慢地说道 法律是一个国家 用来维持社会发展的强制性措施 拥有法律也就是说 参与法律管辖范围的地区 必须是已经统一 也就是成立了一个 拥有中央和地方的国家 或类国家组织 可炎黄大城在提出 人类联盟这个计划之初 就已经表明了 这是一个集军式 农业与一体的交流性组织 而炎黄大城并非所谓的国家中央 而是一个组织的领导者与主导者 所以说立法这一点 在反对派基地来讲 就已经是不合理的一点 可在建立了联盟后 有如何合理地处理基地之间的冲突 既不能武力解决 也不能立法解决 一时间 这成为了炎黄大城 拉拢胜于反对派基地的最大阻碍事 对于黑山基地代表所关心的问题 我可以代表炎黄大城来解释 这是一项犹在座各位所代表的基地 和大城共同派出立法代表 并一起商讨所设立的法律 并不是由炎黄大城一支独大来立法 罗阳笑了笑说道 在举行面对面交流会之前 罗阳一早就预料到会有反对派的代表 以这一点来刁难他们 同样的反对派有准备 罗阳也一样有准备 更何况每一个基地内部都有相关的法规 来制衡犯法人员 对此联合立法是在基地的基础上 扩展开来的行动 黑山基地的兄弟不用这么紧张 站在炎黄大城一边的金安基地代表 也接着说道 幸存人类所处在的末日时期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每一个基地都已经行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 他们内部有粮食生产的 也有武器生产地等 可供持续发展的发展的 已经不存在说不融入大社会 就无法生存下去的说法 除非是遭到罕见的大灾难 如大型失潮 高级变异兽的袭击 这就有可能出现灭顶之灾 更何况国家这个概念 在幸存人们的心中已经越来越弱 在以国家概念来行为组建大联盟的借口的话 有点过时了 现在唯一摆在人们面前的 就只有利益 这种利益不是基地利益 而是个人利益 在前世生活了如此久的断飞 也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 为了尽可能地拉拢不同的基地 就必须用足够的利益 去吸引他们的代表 在防守方面 为基地完全不用担心 根据每一个基地不同的位置 我们会建立三条防御圈 每一条防御圈 都有不同数量的基地来负责防守 每两个基地负责一个防御关卡 同样的为了尽可能地保护着 每一个在防御圈内的基地 第一道防线会比第二第三道的军事支援 投入要多很多 罗阳继续说道 防御圈 罗阳还是联邦基地负责人的时候 就想到的军事概念 这就好比是一座城墙 能抵御敌人的入侵 但这个防御圈和城墙 有着不同的支出在于 防御圈并没有实际的阻挡物 而是由一个个基地 派出巡逻队所负责的 也就是所谓的无形防线 每一个基地之所以会在发展时期 觉得自身强大 而在真正遇到怪物袭击的时候 才明白自身的弱小 有很大一个因素 是没有考虑到怪物 在面对其他强势基地的时候 会选择相对弱小的基地来进攻 除非是每一个基地 都是相同的实力 都有着相同的军事战斗力 这就另当别论 除此之外一切的基地都被包含进去 建立防御圈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能利用非基地内的土地 为了防御 每一个基地都会在外围建立一面围墙 但也正正是这一面围墙 让在里面的人成为了龙中之鸟 失去了可以向外发展的自由 一旦防御圈建立起来 在第三防线内的基地 就能放心地利用在防线内的非基地内土地 能扩大粮食的生产面积之余 还能解决人口浪费的问题 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事 在加盟基地遭到外来攻击的时候 我们会根据每一个基地的军事实力 来抽取一部分的人来建立联合军 在座的各位代表可以放心 联合军绝不是炎黄大城 或哪一个基地的独立军队 而是一支属于在座每一代表所处的基地的军队 这支军队能尽可能地将有限的军事战斗力集合起来 并以伤亡最小化为原则的军队 罗阳继续解释说道 同时联合军的军事设备 我们炎黄大城会负责50% 省余的50%将由在座每一位代表的基地所负责 听到这里 不少的反对派基地代表都开始感叹 这一系列的优惠很明显就是炎黄大城牺牲自身的利益来组建的 也就是明摆着要便宜他们 一些想到自己基地的人们还处于一餐 有饱饭一餐没东西吃的地步的代表内心不禁动摇起来 即使是炎黄大城想要吞掉他们 也不能得到什么好处 除了一些幸存者之外 在罗阳的不断解释下 一些反对派代表也纷纷地投下了同意的一票 当罗阳本打算继续劝说一些反对派基地代表的时候 一个突发事件发生了 一波中型失潮 正以火速接近着炎黄大城 根据监察团的人回来通知可以知道 这一波失潮将在半个小时后正面和炎黄大城冲击 第596章 人类联盟4 你说什么 一个来自小基地的代表顿时脸色一白 他们的基地只要遭受一次中型失潮 直接就算是废了一半 甚至被全毁都有可能 几个月前的一次小型失潮 就毁了他们基地三分之二的设备 如果不是从附近基地赶来的援军集时 说不出了一半 说不定他们就直接是葬身试海当中了 所以现在听到了中型失潮来袭 才会如此慌张 中型失潮 这该 另外一个来自乌合基地的代表 同样也是一脸紧张 他身后的一名B级中期觉醒者 是整个乌合基地最强的艺人了 为了保护一名代表而专门调动基地内最强的觉醒者 这无异于炎黄大城派出段飞去保护某一个人一样 从中也可有看出乌合基地 对这次炎黄大城所提出的大联盟计划和其一致重视 对付某些怪物或敌对觉醒者那还可以想一下 但对于中型失潮 所有中小型基地的代表 和他们身后负责保护的觉醒者他都没了把握 丧尸数量庞大这是一个问题 同样的天之导在中型失潮后面 还有没有什么指挥型的怪物 在不停调动着丧尸的集合 这一次的会议先到这里暂停 经所有代表前往地库避难所进行避难 罗阳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 朝着身后的几个机要秘书说了一声后 带着在场的几位炎黄大城部长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从人群中说了出来 罗承主请让我们百山基地的勇士 和你们一起战斗 这怎么行 到底说来各位代表和护卫 都是我们炎黄大城的客人 你们放心好了 我们炎黄大城的守卫力量 还没等罗阳说完 另外一个基地的代表也走了出来说道 罗承主 前这一次的会议 是要集合我们不同基地的力量 来对付未知的敌人 这一次中行失潮 刚好给咱们来了第一次合作的机会 对我们一起参战 虽然战斗力不高 但最起码也是出了一份力量 罗承主您就别拒绝了 看着停止下来 并一起同意共同参战的代表团个人 罗扬突然有了一种感觉人类力量大集合的氛围 这是自审判日以来世界分崩离析 国家毁灭后的一次自主发起的共同抗战 其中有几个反对派的代表看到这一幕 内心顿时纠结起来 他们当时受到基地首领的命令 使尽一切的可能性去争取更多的权力 不到最后一步也不要加入大联盟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权力不但没有得到多少 反而是更加促进了不同基地之间的团结力量 而且一些原先被他们所拉拢的违反对派 现在也开始蠢蠢欲动 想要加入同盟了 现在怎么办 一个小基地的代表凑过去问道 看着代表们不停地走过去 也就是说明他们很快就要进行表态了 现在摆在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 要么就是跟随着基要秘书进入防御地库 要么让护卫团加入临时战队 这两个选择只要选择一个 另外一个就完全没有了退路去选择 也就是说如果选择了加入临时战队 那么整个大联盟的建立就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如果不加入临时战队 那么就直接是宣布不加入联盟 这一个问题摆在眼前 即使是一些已经是身经百战的外交家 也是一脸的汗水 那是不好 狮朝已经攻破第一道防御线 正在接近第二道关卡 请下达命令迎击 通讯器里传来着急的声音 被攻破第一道防线 可以说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 这同时也在说明了这一次的中型狮朝中 担当前锋的丧尸或怪物 是具有超强的防御能力 为了阻挡怪物进攻的速度 炎黄大城专门设置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是爆破阵 也就是所谓的地雷阵 爆破阵能对狮群前锋造成不小的阻扰 轻则能炸烂丧尸的手手脚脚 众则将其前锋全部减灭 这都是可能的事情 同时地狮朝的攻击是全面性的 也就是说哪一种机会都可能遇到 比如说丧尸完全是由自发而形成的集体群 也有可能是一只或多只拥有指挥型能力的丧尸和变异兽 一起指挥丧尸大军 也有可能是狮朝过后 出现大群的变异兽群体攻击 这一些情况断飞在前世都遇到过不少 在断飞看来 这一波狮朝被一些或一只指挥型的怪物 来控制是最大几率的 从他们懂得让防御力强的丧尸走在最前面就可以想到 这一次的狮朝 已经不是炎黄大城所遇到的第一次狮朝 虽然狮朝的破坏力度比以前要弱了不少 但它省在数量庞大 而且要命的是 其中还不缺有一些拥有异能的丧尸 也就是说炎黄大城将要面对的是一群拥有极大数量 同时也有超能力的恶魔军团 把军队分成四队 裂兵队 侦察队 觉醒者部队和独立团 裂兵队前往第二阵线不防 侦察队绕后方 观察失朝规模 已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报 遇到不对劲的立马撤退 不能就留 觉醒者部队前去失朝 所在位置进行狙击 独立团 由断飞带领自由行动 将队讲机拿到嘴边 罗阳想了几秒后 立马决定地说道 在罗阳看来 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力量 要把这些力量运用得适合 就得把它们分配适当 把军队合理分配成不同的队伍 是他一贯的作风 其中 这一次新增加了一个队伍 就是由各个基地的 觉醒者强者所组成的独立团 他们没有集中起来一起 受过专门的团队培训合作 自然而然地要求 他们加入觉醒者部队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既然这一次集合 是大联盟成立前的一次考验 那么说来 每一个其他基地的强者 都要合理用得当 把它们分配给断飞 就再好不过了 在使用一些特殊的人的时候 断飞所拥有的经验 往往比罗阳这个老指挥员 还要多很多 前两天的黑暗迷雾事件 对炎黄大城的影响依然很大 这一次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资源的消耗 除了侦察队使用直升飞机 列兵队搭乘汽车之外 觉醒者部队和独立团 都是使用异能前往战斗 这一场诗潮虽然来得突然 但在罗阳看来 也有很大的胜率 第597章 出阵 此言一出 不少人心中顿时一颤 仿佛想明白了什么是的 如果说是面对面的话 嗓尸和变异手 无疑是靠嗅觉和听觉 来辨别人类的位置 但现在问题是 诗潮距离炎黄大城几公里 就算嗅觉再好 也不可能能闻到 这么远距离的气味 所以说 它们是根据热量 来判断人类的位置 这个可能性比较高 而至于第一个 所提出的假设 炎黄大城里 有某种对丧尸 有着极大威胁作用的物体 这个可能性也不缺有 因为毕竟现在大灾难 已经爆发了这么多年 生物到底进化成什么样子 丧尸是否拥有 一定的谋略和战略 这一点人类方面 从来没有研究过 也更不会研究 丧尸和变异首课不同于人类 在人类的战争时期 活着敌方阵营的士兵或军官 通过严刑拷打或者威逼利用 能问到一些 有利用价值的内容 但丧尸的话 除非是将它们体内的病毒素 全部清除干净 再注射某种药物或治疗 让它们的大脑 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 这倒有可能问出一点 有价值的内容 但前提的是 等清除病毒素的药剂 和让丧尸大脑恢复的药物 在现在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所以说 若是抓到一只丧尸的话 它最多就是不停地乱抓 不停地吼叫罢了 毫无利用价值 那么说来 这也是个办法 一个指导员想了一下问道 但有一个问题 说吧 说出了计划的作战员问 你编制的这个计划 要调动的人员太多了 要是这两个因素 并不是失潮的目标 那么我们在防线的人 根本抵挡不住他们的进攻 你的问题我也明白 但 犹豫了的作战员 按着太阳学 不停想着 怎么才能把计划完善得更好的时候 一个声音在这时候响了起来 要么是权力 要么是冒险 你选哪一个 段飞看着之前提出质疑的那名指导员问 被段飞这么一问 罗阳等人纷纷绑着他 在指导员提出这个作战计划的时候 在场的很多人 就把目标转移到了怎么完善计划 而不是执行是否能改变现在的局面 我明白自己的正面营地计划 不可能被接纳的作战员摇了摇头说着 即使是有第二防线和第三防线 但在中型丧尸群和变异兽群面前 这两道防线只不过能给炎黄大城提供多点时间罢了 把他们全部见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在场的有一名是A级中等实力或以上的 这倒有希望 但显然在场的除了段飞一人 勉强打倒A级初期 其他基地的强者毫无疑问 都只是B级而已 一个B级和一个A级 可不是一个级别的差距 也不是C级和D级所能比拟的差距 如果说M升级到E级需要十个进化点的话 那么E级进化到D级则需要一百个 而C级更是一万个 B级是一亿 而A级则需要更多 单条变异兽的话 段飞是有十足的信心 但接下来要面对的可不是一只两只变异兽 或一个两个高战力丧尸这么简单 那可是大型尸巢啊 依次就可以毁灭一个基地的大型丧尸巢 换作是其他基地的话 早就得知还是中型尸巢的时候 全员撤离了 必定不是每一个基地 都拥有那等实力和丧尸群 和变异兽群来拼命战斗 那么计划就按照你来说的制定 接下来你来担当临时总指挥 所有部队都有你来调动 洛阳看了一眼段飞 看着他微微地点了点头后 转身朝着 刚才说出战略计划的那名作战员说着 我不是在做梦吗 我 我当上了总指挥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周围的人说道 哥们 你没做梦 这是罗阳城主所安排的 现在开始 您就是我们的上级 身旁的另外一个 和他关系不错的指战员 朝着他进了一个军礼 突然从一般的作战指导员被提升到总指挥 那名指导员顿时脸色一变 整个人都激动不已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只是一说出了自己脑海里所想的计划而已 这就当上了总指挥了 虽然只是临时的 但对于一向只能服从上级命令的他来讲 是一个莫大的提升了 这也就说明了这一次自己提出的计划受到了罗阳的肯定 同时也受到他的肯定 这对于一名军人来讲是莫大的荣耀 我 好的 我必定不如使命 接下来说一下计划的详细内容 我们长话短说 十分钟后 位于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之间的临时指挥中心的作战部队 被分成了三个部分 一是在防线之间留守的猎兵大队 觉醒者大部队 侦察队和各基地的强者部队 二则是段飞和庶民实力中上的其他基地的觉醒者 三是火系 光系 雷电系等能量吸异能觉醒者所组成的前置部队 站在高地之上 段飞遥望着远方的小山丘 在这些山丘后面 在距离这里数公里外的地方 有着一大波的敌人正在赶来 专身仰头看着蓝天 自从没有了诸多人类的废弃排放物后 天空就逐渐变得湛蓝 但与此同时伤害着人类的 还是他们人类所变成的丧尸 什么时候 人类才能真正地迎来和平 等把全部丧尸和变异首都消灭之后 在那之后 还有着史前巨兽 或一些进化到不可思议程度的巨兽 等消灭了这些巨兽之后 天之后还有什么大灾难 谁也不可能预料到将来的事情 即使是已经活过一辈的断飞 也不可能预料得到 因为自从他重生以来 未来就发生了改变 他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句都在影响着 未来前进的方向 他虽然尽力地减少自己 对于未来所造成的影响 可有时候 不是说想减少就能减少的 就像是现在面对即将来袭的丧尸打军 难道段飞要躲起来什么都不敢 来减少自己对未来的影响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至少在他心中 这是绝不可能的 随着一声呼喊 段飞看着高地之下的战斗人员 也逐渐形成了三群 还明白战斗即将展开 在临时总指挥的一声命令之下 三方人等朝着不同的目标前进着 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一场恶战 一场人类对抗命运的战争 第598章 热量 这一次的大行动 竟然是在人类联盟成立之际执行的 那么说来这一战 无论是对于炎黄大城 还是对于那些想要加入联盟的基地来讲 都是无比重要的一战 若是成功 这将能直接推动整个联合计划的进程 但若是失望 失去的不单单只有联军战士们 同时还有各个基地对炎黄大城的信心 深深地明白 这一点的罗阳才会如此安排 这一战只能胜利不能失败 七天前的暗黑迷雾事件 导致炎黄大城的大量机器损坏 在这个时候无法使用的 除了武装直升飞机之外 还有大量的军用车和坦克 也就是说 这一次战斗 虽然是联合了其他基地的B级强者 有了强大的异能支援 但同时的在普通战士方面 大量的武器和装备无法使用 这一脸削弱了战斗力 这一战的战前准备既有得也有失 可这时候已经不能顾忌这么多了 再这么拖延下去 整个炎黄大城上万无辜百姓 就要遭到灭顶之灾 为了他们联军没有一战 这是不容置疑的 一小时过后 列宾大队已经到达第二道防线 和第三道防线之间 修筑起一条简单的防御线 他们所要负责的是 收割在前线的漏网之余 阻止他们到达第三道防线 为了这一战 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战士 只是保留下一小部分的 觉醒者以来守卫为强 由于武装直升飞机无法使用 侦察队没办法远距离地进行观察 非有让几名风系觉醒者 带着他们进行远距离观察 可就在这么一看 让他们所有人 包括那几名觉醒者 都浑身冒冷汗 延绵千里的丧尸群 如同黑色的云影 在远处缓缓前进 丧尸数量庞大的程度 一点也不差一遇海啸冲击 高高 我们得马上回去 证查一分对队长 传着大气说道 中型的尸巢 那只是一个小时之前的事情 现在丧尸群的规模程度 已经到达了大型尸巢了 第二三道防线之间 过渡区域联合临时指挥中心 报 报 一个通讯员大喊说道 什么事 正在跟各觉醒者部队和列兵队 进行着任务安排的罗阳等人 同一时间转头望去 侦查二队报告 诗巢后方出现大型变异兽 级别未知 大型变异兽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一次不是普通的诗巢 而是由丧尸和变异兽 联合起来的一次大进攻 报 本查一对传来消息 另一个通讯员 一手摘掉耳机说道 说 什么事 突然被打得思路的罗阳并没有恼怒 依然镇定地问道 诗 诗巢程度已经超出中型规模 正在接近着大型 这个消息一出 整个临时指挥中心的人都脸色沉了下来 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 只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丧尸群居然能从中型聚集成大型 要知道 大型和中型的丧尸和变异兽数量 可不只是隔了一个级别 这之中最起码也隔了五个级别 或者之上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一波大型失潮 谁能抵挡得住 各个基地的B级强者 不 炎黄大城的觉醒者部队 不 拥有强大力量的端飞 不 即使是断飞 也不可能做到一人比挡大型失潮 最起码现在不行 不少的作战指导员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双目无神地望着帐篷顶 大型失潮 怎么打 硬碰硬 不用一小时 他们就全军覆没了 谋略 他们要面对的是没有知晦 却有超强战斗能力的丧失 突然一个作战指导员仿佛想到了什么 大声地叫喊了出来 有了 我有一个办法 在绝境之中 任何的光芒都有可能是反败为胜的希望 每一个人都不会放弃这一点希望 即使他们要面对的是史无前例的庞大丧失群 快说 什么办法 另外一个作战指导员着急地问道 沙头目 这么大规模的丧失群已经到达了大型失潮了 虽然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大型失潮 但有可能的一点是 他们当中会有一个或者多个用来指挥的智慧型丧失 如果没有指挥丧失 他们不会这么快地从中型失潮集合成大型失潮 你这样说也有道理 但你怎么确定 这一波大型失潮里有没有智慧丧失 一个戴着眼镜 跟随了罗阳多年的指挥员反问道 你们想一想 燕黄大城和第一道防线之间 有着这么多的山脉 失潮都能准确无误地朝着燕黄大城移动过去 那么燕黄大城这个方向 必定有着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们 或者存在着什么东西 让他们感觉到要将其杀死才行 利用这个虚告的吸引点 我们可以制造一个假象 什么假象 说清楚点 一个移动的假点 燕黄大城有什么是吸引着丧失群的 数万活生生的人 还是有着强大实力的个别人 虽然真正吸引丧失的是什么 我们都无从得知 但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分散开来 如果丧失群因此而改变了行动的方向 那么就说明了他们为之移动的是这个吸引点 你这个假设不错 但数万活生生的人是你想转移就转移的 更何况现在燕黄大城里的移动装备都无法使用 你要数万百姓步行离开 万一丧失群的真正目标是他们 那么让百姓去送死有什么区别 一个指挥员愤懑地说道 别忘了 丧失弄在数公里之外 感觉到这里有着吸引点 肯定不是靠看 也不是靠听 而是靠感觉 数万人类所产生的热量可是十分可怕的 如果制造出比这些热量更为庞大的热量点 那么就能虚拟出数万百姓所释放出的热量 也能蒙骗这些只能靠感觉而行动的丧失 你都会说了 数万百姓所产生的热量 其实你想制造就能制造的 你知道这个热量度要多大不 我说 你也别太固执 你是不是忘记了某些人了 我们还有觉醒者啊 在觉醒者部队中 就有不少是火属性的异能者 他们所制造的热量球 还比不过数万人所释放出的正常热量 第599章 第一波冲击上 距离炎黄大城第二道防线三公里外 这里是一片群山 在末日之前 这里曾经是一处优良的人造树林 曾经为附近城市的制造业 提供大量的木材 但可惜的是 末日之后 附近的城市变成了地狱 而这里的树林 也变成了无主之林 任由他们在此生长 没有了人类的干扰 并且得到了进化因素 这里的树林长得越来越茂盛 若不是有着一些风险和飞行能力的觉醒者帮助 第三支队伍还真不容易到达这里 同时的连绵不断的山岳 成为了阻挡丧尸大军前进的天然屏障 第三大队的任务是拖延丧尸大军的进程 如果任由大型尸巢 按照原来的路程前进的话 不用多久就会到达第三道防线 如果说第一道地雷防线 是击杀尸巢先头部队所用 那么第二道防线则是阻扰丧尸大军前进所用 除了这里的山岳之外 第二道防线还有的能阻扰前进步伐的天然和人造屏障 如废墟城市 如大湖等等 每到达一次人类城市 无论是废墟还是完整城市 丧尸都会自然而然地停下来 到处乱走 毕竟人类在城镇里生活的时间太久太久了 即使是末日降临城镇变成了地狱 依然不见人类在这里留下的气息 还有大湖泊 有些是炎黄大城在打造三道防线时所挖掘的 有的是天然星城 虽然说用水这一战略物资来阻挡丧尸大军 是一种很浪费的行为 但不是罗阳不响 而是真的没有办法 末日降临地球各生物都得到了进化 就连生活在水里的一些微生物也发生了变异 更何况里面还不缺少一些动物 变异首 丧尸 人类的尸骸 其中的病毒浓度已已经浓郁到很严重的程度 更何况现在炎黄大城的过滤系统 没有办法完全净化这一些暴露在外的水资源 所以现在绝大部分的基地 所使用的都是地下水 部分丧尸拥有特殊能力 能潜水的丧尸并不多见 但若是放在整个丧尸打军里 这个数量就很少了 如果说变异大军有一万的丧尸 那么能潜水的丧尸就只有一百多个而已 水坑对于人类来讲 又是另外一种十分有效的阻挡工具 为了建造第三道防线 炎黄大城在这里面可没少花精力 资源和人力在建三大防线的那一段时间 整个炎黄大城的一半资源都用来建设轨道和地垒 即使是如此 但其中还超过三分之二的轨道 都是强拆末日前的列车轨道 第三道防线的移动轨道 就是用来承载不同的机械武器 在吸引丧尸怪物的同时 还能进行射击 在必要时期还能组成列车大炮防线 但考虑到炎黄大城内的机械装备 现在无法使用 第三道防线也失去了作用 若非是之前经历过黑烟危机 第三道防线可以说是三道防线中最为强大的一道 之前说过第一道 是用来击杀怪物的先头部队 第二道是用来阻挡怪物前进 那么第三道则是用来歼灭剩下的怪物丧尸 现在丧尸还没到达第二道防线 驻守在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之间的军队 也暂时不用转移到第三防线的地雷 尽可能一边打一边撤 也不能一下子撤离这么多 毕竟一寸涂地就是一寸希望 突然就在这时候 在遥远的山岳上出现了一黑点 很快的黑点扩散开来变成一滩 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候 那个山岳上全是漆黑一片 其中还不缺有少一些其他的颜色 来了 悬浮在树林之上 陈家豪暗暗地说了一句 第一次面对大型狮巢 每一个战士的内心都是激动的 同时也是震惊的 很多觉醒没多久的异能者 都是第一次面对狮巢 在此之前对于军事学院 对于狮巢的描述都是无尽的 让人窒息的绝对的毁灭性 在那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描述 未免太过夸张 只不过是一大群丧尸罢了 对于他们这些觉醒了异能的新人类来讲 丧尸只不过是一个移动的靶子罢了 可这一次 他们亲眼看到了这无穷无尽的丧尸 不少人直接是傻了眼 他们弯弯没有想到 还在宫里之外的大型狮巢 就已经带给他们这一种强大的压迫感 要是面对面战斗的话 那种压迫感更是让人难以想象 各方位注意 待狮巢进入攻击范围之内 所有分队长按照计划执行 陈家豪朝着对讲机说道 这么多丧尸 怎么打 在一旁的副官正军一脸迷茫 罗阳之所以在出击之前 就把陈家豪编制进入三队异能部队 并且让他担任指挥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 此时此刻 他已经进化到了B级初期的水平 重力异能一旦提升一个等级 那可是相当可怕的事情 直接可以将一个区域内的丧尸 掩压成肉酱和碎末 要有足够强大的力量 才能控制得好手下的异能部队 其二 是陈家豪在段飞的影响之下 军事管理能力掌控得很快 到现在 已经可以用段飞的得力兄弟来形容了 这种人才 罗阳可不会错过 别着急 我会方法拖延他们 看着远处的丧尸大军 一步一步地接近着自己 陈家豪擦了下额头上的汗水说道 说不紧张这是不可能的 面对数万倍的敌人 谁也会畏惧的心里但怎么把这种畏惧心藏在内心深处 不把他展露出来影响其他人 又或者把他转变成某种力量 这就要考验人的时候了 猴就在这时 一声撕裂的吼叫声 从丧尸大军的方向传来 原本走得浑浑噩噩漫悠的丧尸 在听到这声音后 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疯狂地冲向着树林 丧尸发动攻击了 果然里面有指挥型怪物 陈家豪浑身颤抖着 他并不知道这一战自己能否会活下来 谁也不知道能不能在这庞大的大型丧尸群中活下来 但人的一生 总要有那么一些时候 是要做一些一生都不敢去做的事情 而陈家豪现在要做的 就是释放出异能 然后和这些丧尸决一死战 第六百章 第一波冲击中 已经升级到B级初期的陈家豪 在异能上已经有了飞速的提升 同时他所拥有的异能重力控制 也从最原始的自身附近区域的重力控制 到现在的射击远距离重力控制 只见陈家豪五指合拢竖成首剑模样 一股黑色的气团从手上散出 化成黑线围绕在他的手上 这是他进化到B级后所掌控的一种全新异能控制方式 重力飞弹 这是一种能媲美断飞的地狱火球的异能控制方式 如果说地狱火球是烧光大地 那么重力飞弹则是碾碎大地 好 丧尸大军之中也不缺少有一些拥有狂化异能的丧尸和便衣手 在大军到达之际 他们就是冲锋队伍 一阵怒吼声响起过后 数千头丧尸瞬间发动体内的异能 一股血气冲斥在他们的体内 使得他们得到了更强大的力量 突袭异能分队准备 在我使用异能过后 所有突袭异能者使用大地覆盖和岩石刺裂 陈家豪看着眼前逐渐靠近的狂化丧尸群说道 在他说话的时候 手上的重力弹也进入了叙事待发的地步 只要等待他发射 就能发挥出超强的威力 可此时的陈家豪却没有动静 他深知重力弹的威力 一旦使用的话 将一个区域的丧尸 绵压成为肉碎 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但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时间 他不知道在丧尸打军中 是否还有其他拥有增加速度异能的变异丧尸 他的重力飞弹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阻挡丧尸打军的前进速度 给其后的部队有着喘息的时间 重力飞弹的威力虽然强大 却需要时间来积累 积累的时间越超 那么威力就越大 如果现在使出了所有的重力飞弹 之后丧尸打军中 还有部分丧尸和变异手 拥有狂化 急速的能力 那么他身后的部队就危险了 所以陈家豪现在要等待着 耐心地等待着 等待到丧尸打军中 尽可能多的丧尸变异手 使用出能增速的异能 那么他这一次的重力飞弹 就进展优势了 同时他还知道 指挥丧尸和变异手 在尸巢中并不多 绝大部分的丧尸 都是靠着气息来判别方向 其中还有很多的拥有异能的变种丧尸 也是一样 也是靠着气息来驱使他们行动 所以说 只要前方的拥有狂化异能的 特种丧尸群死亡的数量越多 那么后面的特种丧尸 就会接二连三地使用异能 并且冲上去 虽然有拥有控制整个 尸巢的能力的丧尸 可是并不是每一头丧尸 都完完全全地听从着指挥 只要从最根本处激发丧尸的欲望感 就能出现让指挥型丧尸 一显不到的局面 这一点陈家豪很是明白 而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打破这个指挥型丧尸 好不容易才控制好的局面 轰隆隆 图属性异能者在这一刻一起发动攻击 前一刻还玩毫无缺的土地 在此时变成了数不尽的碎片 大量的飞尘弹起来的同时 大遍地刺悚然飞出 冲在前头的狂化丧尸 成为这一图属性异能攻击的 最先一批承受者 考虑到同属性异能者联合在一起 发动异能时 攻击会大大的提高 在之前的天灾分布歼灭战的时候 罗阳就组织过一批的 同属性异能者联合训练 为的就是在必要时候 提高同属性异能的破坏力 丧尸的生命力顽强在这一刻体现出来 不少被刺穿身体 刺破手脚的丧尸 仍然朝着第三大队这一方向 发出着怒吼 怎么回事 他们还没死透 副官正军拿着望远镜 一边看着一边说道 实体异能攻击 未能解决掉了 他们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陈家豪并没有过多的惊讶 接下来所出动的 才是真正能歼灭 陷头丧尸群的杀气 火系 风系 按照计划进行攻击 命令已经传单 每一个小分队的队长 立马明白什么意思 在之前联合练习的时候 就有一段时间 是用联合不同属性的异能者 来组合更为强大的异能攻击方式 这一点 也是之前的天灾分布歼灭战中 段飞在对付不灭魔蛇时 指挥异能者使用过的攻击方式 在每个异能者的眼中 段飞都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 这种奇迹不单是展示在战斗方面 就连一些指挥 在段飞身上也能出现奇迹 一声令下 火系异能者疯狂地朝着空中 释放出大小不一的火焰团 一时间半个天空都变成是火焰的天下 在同一时间 风系异能者也没有闲着 火系异能者负责攻击 那么风系异能者就是负责传输 一个个螺旋风道精准地落在火焰团上 火系异能者的火焰团 虽然能到达丧尸塔军的地方 但在飞弹的过程中 难免会受到风向的影响 这一次攻击要尽可能地保证 火焰团落在最需要的地方 这时候的螺旋风道就是最好的指导针 在风道的加持之下 火焰团如同得到了红外线瞄准器般的炮弹 一个接着一个精准地落在 丧尸大军的之中 不少从头顶上落下的火焰团炸中的丧尸 更是直接化为了灰烬 瞬间蔓延开来的火焰 将丧尸大军的前方给烧成火海 被轰轰烈火燃烧的丧尸 不停发出着惨叫 一些拥有特殊能力的变种丧尸 在这时候 已经被这种行为给彻底激怒 一个又一个的血气 不停出现在火海之中 走笑了 看着遥远的丧尸大军中 出现了不少红色血气 陈家豪明白 这一次的攻击已经达到了理想中的效果 已经激怒了在丧尸大军中前排的变种丧尸 吼 吼 吼 怒吼 怒吼还是怒吼 被激怒的特种丧尸双眼一红 身躯变庞大后 如同坦克一般冲了上去 这一下冲出来的狂化丧尸 足足是之前显投队伍的百倍之多 数十万特种变异丧尸化身无尽血海 很快地冲破了土系异能者 在之前所变出的大地劣次 欧坑 朝着炎黄大成军冲了过来 一边是数十万的狂化丧尸 一边是数万的异能战士 一场血拼在所难免的一触即发 第601章 第一波冲击下 火焰球从天而降 如同流星雨一般坠落 裂锋从地卷起 如同无影切刀一般卷袭 雷电混合在其中 变成无尽电王 一瞬间在丧尸大军和第三大队之间 形成了一面异能围墙 无论丧尸如何冲击 如何狂化都无法冲过这一围墙 继续施展异能连击的第三大队 以铁壁的姿态死死地 将丧尸大军阻挡在第二防线之外 但陈家豪明白 这样下去并非长久之计 丧尸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更何况换一句话说 他们都是一群没有体力极限的怪物 他们不知道疲惫 不知道疼痛 只是知道吃吃吃 对比起需要食物 以补充能量 需要休息恢复体力的人类 每一对比起来 就会发现 人类方面的异能者部队 占据着优势 但这种优势都是暂时性的 从开始阻挡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 即使第三大队 有着后备异能者一座补充使用 但也不可能一直阻挡下去 一旦第三大队的四分之一成员 无法继续施展异能 那么距离第三大队 这一条阵线崩溃就不远了 命令火焰属性的异能者 全体撤离后退休息 陈家豪想了想 朝着身边的副官说道 现在他们要做的 就是尽可能的保存实力 以为了在第二防线和第三防线之间的 第一大队拖延出更多的时间来准备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再多坚持三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没有出现意外 可是意外总是在这种 最理想不到的时候出现 而且来得毫无征兆 正打算继续下达命令的陈家豪 突然被一道黑影射穿身体 他眼前一黑直接倒地昏死过去 还在专心地听着 陈指挥长的政军副官 怎么也没想到 敌人的第一次偷袭 直接就击中了第三大队的总指挥长 急急忙忙扶着陈家豪的他转头一看 只见在身后不远处 一根绿色的钩刺踩在石头上 染满血液的钩刺 让人看得毛骨悚然 迪戏 还没等政军回过神来 密密麻麻的暗绿色 钩刺以导弹射击的模样 在丧尸大军中间射向第三大队 一瞬间 暴雨般的有毒钩刺成为了 整个第三大队每个成员的梦魇 数以百计的队员在一刹那间 被击中药害而牺牲 大量的战士也被击上倒地 如果不是有着土系异能者 在后面施展岩石墙壁防御的话 死伤会比现在增加数倍 现在总指挥长陈家豪 昏死过去生死不明 副官整军直接就成为了 第三大队的临时指挥长 看着那些纷纷倒地的战士队友 整军直接就下达命令 全体撤退 人和人都是生而平等的 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每个人的贡献却是不一样的 就好比如在战场上 一个异能者对于基地 甚至整个人类来讲 价值远远比一个普通战士要强 毕竟异能者可以使用最小的代价 来击杀最多的丧尸和变异兽 而且觉醒者的数量 对比起普通的战士 在每个基地里都是最少的 虽然命令下达是守住这里 可眼看不用多久第三大队 就会全军覆没 正军可没有信心 能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 保证异能者 所以下达撤退命令 是他最为决心的决定 在受伤较为轻的队员帮助之下 所有的战士都在半个小时之内 撤离完毕 而那些仍然在独次于海之中的牺牲者 无论是正军 还是一种幸存的异能者 都毫无办法 毕竟他们只是血肉之躯 一旦再次冲进去的话 只有死路一条 在第三大队撤离了阵线后的一个小时里 丧尸大军很快就占据了 第二防线的四分之三土地 之前阻碍战中受损的丧尸大军 在此时丝毫看不到有任何的损失 反而是作为前头的狂化丧尸 更为强满 浩浩荡荡的大军 很快将到达第一大队的所在地 接到命令后的第二大队 以火速前往丧尸大军的左翼 他们所要负责的是 试验一下这些丧尸 是否因为炎黄大城内的某个因素 所吸引而前进 与此同时 由于第三大队的失败 导致第一个猜测已经破裂 现在一切的希望 都放在了第二大队 也就是断飞所指挥的独立部队中了 经过几天的休息 断飞对体内气的掌握 已经有了初步的程度 在使用灵魂之力的时候 尽可能地减少对自身灵魂的损伤 已经不再是幻想 毕竟 灵魂之力是断飞体内的异能中 唯一能披靡吞噬这一元始异能的 IC异能 使出双翼飞在最前排 断飞以强者的姿态出现在第二大队前方 在整个联军当中 也只有断飞一人 是升级到了A级水平 在强者为尊的世界中 断飞担任队长 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是断飞第一次指挥其他基地 和其他势力的B级强者作战 但对于有着两世经验的他来讲 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如何有效地指挥他们作战 断飞还掌握着一系列的手段和技巧 各位 如何战斗就不需要我多说了 待会大家配合好 只是留下一句话后 断飞直接加快了速度冲了前去 他明白如何强制地下达命令 各基地的强者反而会更为反感 在这里 他们名义上是听从断飞的指挥 但实际上 他们都是他们各自基地的骄傲者 傲气十足的他们 在作战开始能听从断飞指挥 那才真是奇怪了 断飞现在所要做的就是等他们明白 反对作战的真正好处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如何合理地配置每一个异能者去作战 这才是一个队长所应该做的事情 什么意思 留下一句话就跑了 反对派基地之一的编程基地 所属强者范伟国不爽地说道 高不好之前 在炎黄大城 他是用了某种特殊的古神器具来提升实力 我现在看来 他也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 不少反对派基地的所属强者 依附地说道 即使是现在临时合作时期 在第二大队中还是分为了三派 一是以支持炎黄大城为首的强者 二是反对派强者 三则是持有中立的强者 在反对派基地所属强者的眼中 段飞只不过是一个得到了某种好机遇的人 如果没有那个机遇支撑着 他只不过是一个B级强者罢了 然而很快实际就会证明 他们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第602章 海绵异能 时间 地点 刚刚好 看了眼手表 段飞笑了笑 在场的大部分人 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远处的丧尸大军上 只有寥寥几个看到了段飞 但对于他的笑 更多的人是认为他傻掉了 面对大型狮潮 就算是前世的A级强者 都不敢轻易去面对 唯独安息强者能与之一拼而已 现在整个第二大队 只有段飞一个人是达到A等级别 其他的都只是B级 而且还有几个还是前不久 刚刚升到了B级初期 实力悬殊如此之大 每一个人都脸上都没有了笑容 但唯独段飞还有 那当然 段飞并没有疯掉 他很明白 自己即将要面对的是怎么样一种情况 同时也明白 他们这一支队伍的实力 和丧尸大军之间的实力差距是多少 但有一点是除了段飞之外所有人都不知道 同时已预料不到的是 段飞之所以会笑 是因为他在到达这个地方之前 或者说还在炎黄大城的时候 就想到了一种能拖延或歼灭 大部分丧尸的绝好计划 同时这个计划也和段飞身上所发生的新变化 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 为了给众人以压力 同时也不影响罗阳城主 对于这一场战斗双方实力平衡性的推断 段飞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 砰 一道火焰从段飞身旁步远处的一个基地 代表强者双手上燃烧起来 只见他仰天呼啸一番 火焰很快就遍布了整个身体 前一刻还是一个能看见手脚脸的人 到了现在就变成了火焰人 火焰变 这是元素类型 异能最为常见的使用方式 同时也是防御和攻击双肩的高级方式 全身变身的时候 考虑到异能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异能使用者都会在使用全身变的时候 在身外增加一层气 以来起到保护自身的作用 段飞的地域火焰变 就是这个道理 轰隆隆 头顶上的白云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变成了乌云 大片大片的雷鸣 伴随着电闪 在雷云上忽闪忽灭 来 在乌云下的一个异能者大喝一声 一道雷电从空中劈了下来 但落下的地方 并不是那名雷电异能者 而是站在他身旁的一名黑人大汉 被雷电劈中的大汉身体上 出现了丝丝的红光 但很快又消失不见了 继续 大汉朝着身旁的雷电异能者说了一句 回忆的异能者继续操控着乌云上的雷电 以暴雨的姿态 疯狂披落在黑人大汉身上 这时候大汉身上的红光出现得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密集 很快地如同血管一般的红光 遍布了大汉的全身 这是怎么回事 让队友发雷电劈自己 这黑人大汉是脑袋烧坏了 还是战场怂在自残 不少的基地代表异能者看到这一幕 都纷纷露出奇怪的目光 但唯独有几个人却是一脸的镇定 端飞便是其中一个淡定的人 在前世 为了征战 他跟随着部队前往过世界很多的地方 同时也见到过很多种类的异能者 其中还不缺有一些身怀奇特异能的人 而眼前这个黑人大汉身上的异能 又是其中一种奇特的异能 若是在普通的战场上 黑人大汉并没有什么特殊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汉而已 和其他不能觉醒或没有觉醒的战士一样 只能拿着武器去战斗 而一旦投入到异能战场上 它就是一种堡垒式的人形武器 它身怀的是一种吸纳异能 也就是俗称能量海绵型异能人 若是被子弹或其他硬物质击中 它和普通人一样很快就会死去 但如果被能量型的异能击中 如雷电 如火焰 如激光 等等 就会转变成为它自身所需要的能量 并且还能转化成为一些奇怪的攻击者 黑人大汉身上的红光 就是一种被能量异能击中后 异能转化外放的表现 论单挑的话 一个吸纳型异能者对付一个能量型异能者 是绝对的碾压 除非在战斗之前吸纳型异能者已经受伤 或者已经吸纳了超大量的异能 要不然双方都是零消耗为基础的话 就算能量型异能者使用异能过度虚脱 甚至晕死 都很难都吸纳型异能者造成伤害 但这种异能者之所以少见的原因 也和催化异能的条件有关 在战场上 异能者部队和普通战士部队 都是分开作战 就算是共同作战 也就是先使用异能后上普通士兵 这是为了避免异能误伤 异能无言 这一句话可不是瞎说的 毕竟不是每一个对异能的控制 都是那么的得心应手 有些异能发了出去 打中游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看到黑人大汉身上的红光 段飞也不得不佩服这个人 有一些异能会自然而然的显露出来 就像火焰雷电等控制了异能 而有一些需要在特定的情况下 才能催化 比如段飞的吞噬异能 需要世界术吞噬了数以万计的丧尸后才出现 而有一些则需要冒险 甚至拿生命来尝试才能出现 就比如眼前的这个黑人大汉就是那样 他觉醒了异能 也就是说之前必定被异能所击中过 有可能是误伤 也有可能是估计击杀 因为在一些高傲的异能者眼中 普通人就是一种累赘 被能量击中之后 还能靠着顽强的意志 催化出身体中的异能 这种不得不让人所敬佩 除了海绵型异能之外 段飞还通过去感受到了一种 同样极度罕见的异能 虽然那名异能者并没有识出异能 但段飞还是察觉得到 那是一种超乎维度的特殊超能力 呼呼呼 风 在这时候猛烈了起来 当人们都以为是风系异能者使用异能的时候 却发现风吹来的方向竟然是丧尸打军 过多的异能者在同一时间使用出异能 大部分丧尸就算是没有脑子 只会形丧尸也能感觉得到危险的出现 由于距离过远 且对方还保留着警惕 使用偷袭并不是上技 为了对抗异能 日会形丧尸也命令着异能丧尸 使用异能来对抗 异常异能对异能的大战一触即发 第603章 战争狂人 面对数于万计的变异超能力丧失 身怀吞噬异能的短飞 如同恶虎 看到肥羊一般 相比起用地狱之火破坏 短飞更加热衷于使用吞噬之力 还没等一众基地代表强者反应过来 断飞已经身先十足冲了上去 吞噬异能一触即发爆发出来 地面是一大片的黑色 那是数不尽的丧尸大军 天空同样也是一大片的黑色 那是断飞的吞噬之力 到了A级之后 断飞的吞噬之力 已经可以形成大规模的吞噬领域 而不是以前的必须要近距离接触 或使用触手型的吞噬之力接触 才能发挥出效果 说时迟那时快 吞噬之力已经覆盖整个天空 变成了天幕 不少刚刚才达到B级 我还只是B级中期的基地 代表强者看到这一幕 都纷纷惊呆了眼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一出来就使用大招 这是要决战的意思 然而他们都不懂的是 这只是断飞的其中一种 异能的终极攻击 而并非是最终攻击 能让他们吃惊的更多事情 还在后头 感觉到断飞身上的那一股强者气息 潜伏在丧尸大军之中的指挥型丧尸浑身一阵 有了高等的智慧后 一些最为基础的情感 如恐惧如愤怒等 他还是拥有的 断飞的攻击一出 智慧丧尸立马指挥部分超能丧尸 使用异能一同攻击黑色天幕 数不尽的异能攻击 纷纷朝着天空攻击而去 元素波动遍布了整个山脉 在异能攻击接触到天幕的一刻 神奇的事情出现了 前一刻还如同暴雨般的异能攻击 在接触吞噬天幕后 整个消失不见了 不是一刀俩刀异能攻击 而是所有的都消失不见 这是被抵挡下来了吗 还是被转移到其他地方了 双手一抖动 将整个天幕都反转过来的断飞 再次让所有人都看呆了眼 之前那些被吸收进去的异能攻击 所有毫无例外的 都被吸收进去天幕之中 而经过断飞这么一番转 异能被调转过来 从由下而上攻击变化 成为由上而下 这一次遭殃的可是那些发出异能攻击的变种丧尸 一时间 那片的能量攻击疯狂地从天落下 一瞬间 就连指挥型丧尸都猛了 这是什么异能 为什么这种异能能发转攻击 一瞬间 嚎叫 惨叫声在丧尸大军之中响个不停 远远不断的能量攻击 丝毫没有停止下落的迹象 在之前面对断飞所使出的黑色天幕 智慧型丧尸对一种变种丧尸所下达的命令 是使用全身三分之一能量去催化出异能攻击 而如今择要这些丧尸 来承担他们自己所发出的攻击 火焰连绵间里 数不尽的变种丧尸 在这之中变成灰烬随风消失不见 那些之前还在暗暗地嘲笑断飞的基地代表强者 这时候都看傻了眼 这一下子 断飞的A级实力 以及部队的领导者 是真正正地存在着每一个基地代表的心中 然而 断飞并没有足够 地狱之火 如同来自地狱世界般的鬼火 一般突然出现在断飞的周围 自之前击杀火焰变一虎的时候 觉悟出来的火域之躯 到现在都还没能好好的显露一番 现在周围的空气充足 而且丧尸大军也处于混乱之中 岂不是最佳的进攻时机 火域之躯何不是一般的火焰变身可以屁腻的 单单是论防御性 火域之躯就比普通的火焰 变身强树倍 试问之前断飞 还是B级巅峰的时候 使用火域之躯就能抵挡一般的 A级初期变异兽的攻击 试问 有什么异能能这么强的 除了原本就是IC的异能之外 就只有是地狱之火这种火元素的特种异能 一头地狱火焰不死鸟在阳天高歌一番后 从火一只渠中脱离而出 飞翔到半空之中 断飞左手高举朝下一甩 不死鸟如同老鹰看到小虫一般直接俯冲下去 轰隆隆又是一番轰炸天地的攻击 在最前排的一波变异丧尸群 彻底陷入无尽的混乱之中 即使有智慧型丧尸 在不停地输送着电波 想要控制住他们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还愣在这里看戏 一个支持炎黄大城的基地代表强者 这时候转身跟着那些已经愣住的一行人等说道 这么一说 他们才纷纷想起来 自己已经被眼前这夸张的景象所惊讶住 几乎忘记了 他们来这里不是看断飞的技能炫耀 而是要战斗的 首当其冲的是元素异能者 在对付着失去理智 同时被抓到 就会有感染危险的丧尸 进战异能未免是最佳的 但有时候却能起到致命性一击的作用 那名拥有海绵异能的超能力者 在这时候手持两柄激光长枪 在队友的帮助之下 在空中一边飞翔着一边射击着 虽然他暂时不能下地面去进战 但对于他来讲 空中射击又是另外一种有效 且能长时间存在的攻击方法 按照他体内所积累的能量 断飞估计即使是射击个几天几夜 都是不成问题的 只要人体支撑得了 而另一边的异能者则更为夸张 他和断飞之前在天望分基地 所遇到的怒尸异能者十分相似 也是使用有形态的能量攻击 然而他的异能形态 却是一头大金刚 能量金刚在砸落到地面的一刻 就将数以百计的丧尸 被砸了个稀巴烂 有形的能量金刚 很快就被丧尸大军被包围起来 但由于他使用能量所组成 即使是丧尸的身体充满着病毒 在不停的接触之下 对于远在几百米空中之外的异能控制者 也是丝毫起不到作用的 最坏的打算 就是金刚被丧尸活活地抓到消失罢了 看着来是汹汹的人类 这灰形丧尸却丝毫没有丁点的胆怯 人类虽然是强 但他所率领的可是数百万的大型尸巢 即使没有他这个指挥者 单单凭借数量就能完全碾压这些人类 更何况丧尸大军中 还有许多未知实力的强大怪物在潜伏着 一旦人类防线出现崩口 那么他们就会出手 对于丧尸 人类始终是以一种能退能退的态度去面对 可这次在断飞的带领之下 第二大队的数十个异能强者 则是以进攻的姿态杀了进去 撤裂者 居住的参加